在情理之中 对了刚才提到 两边的辅助位 就是虫师 就是现场上放不出来 但是天底下 一直都是有玩到的 而且玩到的这个效果都不错 所以说这个世神 应该是不会放出来的 其实以往很多 队伍面对到鱼的时候 就他们会比较 针对于射手位 因为像鱼 他最绝活的两个点 就一个是预传机 一个是锦纳罗 但目前 这个版本不太会吃到班位 我比较期待 他一会儿去 做怎么样一个考量 而且他们很多时候 喜欢急速打法的话 就选妖狐的可能性 也会高一些 这MGM最后一手 目前的话是 刚刚提到的两个战士 人应该是要双放了 没有喷位给到了 除非说是要放石榴谷 给到木西 但这感觉石榴谷 先生给到木西 有点如鱼得水啊 真在团战里面 他们整个队伍 适配于石榴谷 确实都还挺契合的 因为这手 如果放了石榴谷的话 阿斯特可以先拿狸猫 后续的话 第二手第三手 再把打游完和善意里面 减一个回来就可以了 所以说 其实还算是双拿 强势尸神的 还在考虑 主要前面这几手 搬确实 一看就看得出来 要抢狸猫 哎呦 搬掉了 把狸猫给搬了 那这样留给阿斯特的 看一下会给到哪个位置 优先级提起来吧 狸猫这还不用 你抢了石榴谷吗 这 哎 哎 呆之必批 Derek这边是 先给他们选到了 一个迷豆子 那反手大游完和千击 直接就给双方到对面了 几乎不用思考 直接拿了下来 哎 把迷豆子就先挤 我睡 我睡猛了 版本换了 怎么突然和上周 和最近不太一样 这首迷豆子 其实确实也有点 逾选代班 因为在李猫被搬了之后 MZ之前的迷豆子上路 玩的也是比较多的 那这样上路 上到坦边上面来看 留给LNGM的 其实也不是很多了 好用的真就是 都在班尾上躺着了 而且LNGM这边 倒是一手先拿的千击 之前的话 其实White 在安娜和千击 这两个弑神的冤击里面 还是安娜更高一点的 今天的话 也是先拿的千击 这样右边 前三手选完之后 这套控制片 感觉有点致命啊 没办法了 第三手只能补个卸击了 不然的话 就得逼得像之前 可能要拿石墨墨 之类的了 那么肯定在上路的乘伤 和控制方面 是不如这些弑神强度的 没错 这三个点选出来 看着就很安心 很插使 那么前的话 就是 就是这个输出方面的话 反正这边 可能稍微还要补一点 下路这个位置 如果再拿个妖狐 前夕的作战能力是不错 但是如果拖到后面的话 可能 后期的团战就不太好点了 就挣脱到后期 妖狐这东西 基本上12分钟之后吧 他的一个数字 已经开始进入到 一个疲软期了 现在版本妖狐 就后期确实是还好 不像之前了 后期真的一点声音没有 现在后面还好一点 有点 可以凭借着大招 看能不能找机会 团战里面能秒掉一个人 但是 确实是持续输出方面的话 你怎么着都是比不过其他的 这个偏后期的设立是真的 看一下后续的一个单位 左边选这个迷洞 确实也没有什么摇摆的可能性了 对于Ast这个队伍来说 今天第一局也是两边 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一手BP吧 虽然说可能刚才提到的 是石头虎没拿 但是打野位都是选择的 善意和大野玩 没有说是在第一局 Avenger就直接套个什么犬神 骆心腹 是 蛊惑鸟出来 哎这个炎膜上了个班 这感觉是不是训练赛的时候碰到过呀 不是是 瑶最近就 肯定是用是没用着的 但是他只要打比赛 无论是任何的一个对手 目前看到BP上面 都是把炎膜给绊掉的 就确实是目前 关于瑶使用炎膜的 这个强度和效果如何 我们也不曾得知 在赛场上是真的看不到 是 任何一只 像之前ESG也是记得 把这个炎膜都封锁得很死 一直拿不到 小圆也是吃到了一个班位 这样是把右边 让你单代点没那么舒服 如果是 你像大跃完本身单代就已经够爽了 再去给到一个小圆 真要是让他们运营起来 其实无论是对于资源团的一个掌控 还是线上压制都不太好做 这两只队伍其实相比较来看的话 可能还是阿瑟这边用炎镜神用的更多一些的 还是比较怕对面 如果有这手拉扯的话 整个阵容毕竟是一个掌控阵容 4-1这样一拉扯的话 后期不好打 是 妖狐这个点也是给到一个班位 不想让右边提速提的太快 二扣女 那现在场上剩的射手类是神 白狼 预转金 那就不要偏常规了 你要想搞点花火什么吧 铁鼠倒也是还有可能 最综合的肯定是一转金了 对 哦 凌路前就想打爆发 对 就想打这种 首先一个点就是前中期有一些压迫性的 然后都有了大招之后 在中期的作战能力是最强的 凌路前其实某种意义上也和妖狐挺类似 就是他后期发挥的作用 就是打完这一套就没了 妖狐嘛 好歹还是持续有些位于输出的 靠着自己的被动 然后凌路前就真的是大招给完之后 不太敢去正面的团战里面打输出了 没错 现在胜给阿斯这边是一套完整的下路双人组 能放在外面倒还蛮多的 下路想去压线辅助 像山兔也在 而且他们之前是比较想打四宝一的 就白狼这个点可能也要着重考虑一下 正期比赛其实英联也有上场率 但对方这个双心 好像英联一点用都没有 我考虑了 山兔加铁鼠 也算是和对方去抗衡一下自己前期的一个作战能力 因为其实两支队伍的前三首选择都是在中期的一个作战能力很强的 比如说第一条蛇的这个时间段十分钟左右 这个区间的作战能力很强 所以补了一手画晶 画晶也是防止一手阿斯的一个强劲场 山翼这个点可能就不会说那么的舒服了 主要这样两边阵容全部选完之后 右边这个单点爆发感觉这是点谁谁死 这一旦是给到机会关灯就再也出不来了 可能我感觉MGM这个这种选的稍微还是 进攻性意图太强了 其实反打的话可能就不太如阿瑟这边好打一点了 没错反打确实有点被动的 阿瑟有一手山兔 这个点可进攻可反手都可以 他这个大招蛮关键的 单论坦度的话 其实MGM这边的士神选择到是有点肉 感觉铁鼠不太好能够处理得了 安娜就是反正肉不肉无所谓 你脆皮我也想秒采你的废字 我就在这边跟你刮 但是结束还是想追求一下 有大招和一技能这种瞬间的一个爆发的 那MGM这边除了灵律前缘 包括化精也还算是 也某种意义上也算是有点半肉的 这个类型的算应付吧 没错都还是比较有承伤能力的 两边这种发力期就确实不太一样 你像阿瑟这边普遍还是要等到 哎我才看着他们 MGM这个阵容 卸击带月丸千鸡零路前加化精 都是都是海国那伙的 我才看见 这边呢 这边鱼龙混在 是 有鬼杀队子的人 我刚才一看 就是突然给了这个AR团景之后 才看到MGM这局选的阵容 不得不说 今天这一场也依然是两支队伍的一个 算生死的较量 他们在选有羁绊的士神阵容 马上迎来双方第一小群的一个较量 我是本场解说 小爱 那在比赛开始之前 还是有些信息要传给各位观众 微信搜索 惊讶宴和小程序 京东电梯旗下 专属大学生的3C潮流阵地 认证学生会员 即可抽取iPhone14 购物大厂实习 等于来战 感谢我们的赛事行业 合作伙伴 京小店同学 对本次OPL之间赛 春季赛的大力支持 OPL选手通贯队付 与相关周边 正在热卖中 所有购买队服的玩家 有概率获得选手 金笔签名小卡 更多售卖详情 可扫描屏幕二维码 或者登陆失控像素 小程序了解 让我们看一下双方 开业以分线的一个情况 两边都有一换线 下路这个点 先不露视野 正常对线的话 肯定还是阿瑟 这边下路二组更强势的 铁树加山兔 画金前期 除非摸奖打爆发 没错 说到台下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先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不然的话正常对线 怎么着都是打不过提树加山兔的 葛润这边是先到中线 帮穆希浅推了一波 摇显已经在线上露面了 那这样鱼和金歪是选择 又回到了下路 就不跟你正面碰上 还是要避一下 这个前期确实是不太好打 这局老杀的是个地震脸 那这样也不错 一会看一下阿瑟 要不要换下去呢 两边的上路选手 一个勾和YMP 这两个点抗压 阿瑟倒不至于说那么难受嘛 坦度千斤多还可以 耳少先摸到下路达摩蛋的一个位置 看一下回来之后先一个卷 但这边简单摸一点水量应该要拉开了 弯着已经赶来了 是 这个达摩蛋到底还是 拼是个上路在这边 如果下达人组帮的话 就还是能打得稍微快一点 中路这边打野已经开始来方解线了 将天给了一个定身 但是输出跟不太上 这个时间点还是要等到两边打野六级吧 这六级之后基本上控制爆发都已经有了 这个时间点就是摸一点水量 简单先快清点线 能动先动是最好的 前期想抓人的话 可能阿瑟这边四点进 小控制都比较偏软 那勾这边的话 因为对方的一个换线 所以说他还在抗压位 他也动不起来 反正这两边这边稍微会舒服一些 刚追了一个三 现在是拉平 组合这个时间点零余前的爆发来得太高了 真吃他一套技能 包括一点平均的伤害 有点吃不消 还是比较舒服的 压一个确实也没什么能力 能够和他俩抗衡的迷豆子 要是个邪机还说出来搏一搏 弹豆子这边只能被动抗压 中路已经开始动去帮两边的单人位去解一下线 那这样中线基本上就是留给两边打野去吃了 套圈套到了 都补一点输出 这一套再接一点控制链 压了三分之一的一个血量 不过反手吃了一个卷 这位到台下但是问题不大 现在比赛进去也看到 就是中路很忙 前期的时间经常是要帮着 一般来说就是帮上路 不可能是帮下落的组 帮上路这边去帮一起吃的这个线 或者说哪怕说跟打野三个人共享 没错 所以说最近看到上路作为一个单人抗压位来说的话 就不太容易死了 不像之前 随便敢抓我就敢死 是 三包一 四包一有的时候都 辅助也跟着过来包 但是最近的话就是看到上路 虽然说在抗压经济可能是不太行 但是至少不太容易震王了 这一局打到现在三分半的一个时间 其实两边节奏倒是还挺舒缓的 不像之前会打的那么激烈 这个时间点感觉都比较偏向于就平稳发育 你像对于资源的掌控和边路的压制 两边都可以说去硬搞去军训 而照这边先动冤火 先动了 而且应该是可以拿到了吧 因为他们这边 远路闲是不在的 但是这个时间点少输出啊 这一局对于资源的厂控 这把我五个人兵力全跳了过来 之前确实吃过亏 就是前期对于资源的掌握 可能不是那么的 以至于后期 这个节奏已经 哎呦 戴招弄了 是 抓了一个零如前没戴招的时机 不过单吃迷豆子的话 就算有戴招应该也不行 先压了一击 确实敢拼 但是就伤害上面差了一点 还是想摸一下血量 哎呦 这也太凶了 什么意思 狗少 哎 这个气势全打出来了 我刚想说可能是想为了压一下零如前血量 好打这个地震碾 但这个顺步有点 是个态度 好像有点杀心 是 那这样转到了下路之后 感觉又把人全掉了过来 对于这个地震碾 应该也是势在逼得了 看一下 都在往这边转 来不来得及 外子没来 你目前也是大残被打回家 那这个地震碾 第一条地震碾和第一条 因为火全都被阿瑟拿到了 哇这个节奏一开始 我们是说还比较舒缓 但是现在有点像软刀的杀人啊 虽然可能对于场面 人头上没有什么爆发 但是资源的掌控 阿瑟已经属于全收了 也是看到直接阿瑟这边下路就转过来了 主要还是 确实是下路的这个资源 它不是根实距 还是需要前期去进行一些争夺的 是 而且目前的话 刚才这一波 狗的这一波估计 还是有点效果的 是 直接摆一个 马上吃 好像吃一个兵 就能到六 有大招 能参这波 逼着脸团的 凌鲜蜜给打跑了 没错 这样阿瑟基本上 上路解线速度也很快 你像这几波 一直在频繁做事 效果倒是蛮好的 节奏还是比较偏向于他们这边了 这LNGM感觉要找一点机会了 不要太被牵着 有点被动 比如说虽然说 目前资源是被阿瑟肯占 但如果打起团来的话 稍微处理的好一点 LNGM之间的爆发会更高 不虚的 就还是那个点 弯着这个位置 他一个大招 只要圈好让对面 但是正面先减圆一个人 把爆发指导灌出去 还真有可能在团战里面 效果很好 哎 吸气这边 黄龙锤先减回来 再反准一个顶 关于因为银压制 两个大招 加上吸气的这个键 直接夹住了 侧夜 迷读子过来 这边有点小脱节 赶紧往回走 又吃一个套圈 还真能 再补一个火 YMG 安娜收的 本来想说应该留个血击 留不住 感觉境外也是走不掉了 哇 这个位置感觉第一时间 先拉脱还有点机会的 确实是阿茨这边的控制链 给的还是 衔接的比较好 不然的话 一个满血的血击 虽然说没打招 没顺步 但是这个位置 到底还是给强强摁住了 哇 这一波小团战吧 算是 两边把控制链展示的 而且换阶是怎么死的 就有点 有点意想不到 手里面是有顺步的呀 先看一下这波回望吧 第一波数 这个位置是真没招了 这吃了 最起码有四个控制 包括这化精的一个死控 这个位置 你看控制链接的还是比较足 后续再安娜一个三 拉住 化精这边是 想吸引火力了 被安娜的大招抬起来一下 然后被民动死推回来 那 还是有机会能走 因为我刚才看 确实是站位已经靠近塔下了 自己的一个数目没交出来 White先立一个大招 但这样应该就是 简单去把线控一下 是不敢往前去推的 虽然本来是 李宁美美的能抓一下 对面的这个铁树 是 所以我搭上了一个上辅 七分半的一个时间 两边竞技差 拉开到了800块左右 还好啊 现在拉这个量 也是可以接受的 主要是下两波资源的 一个争夺 冤火是已经刷新了 还行 这个人头给到的是零路前 前期他们这边 主要的输出 可能爆发输出 也是靠他 没错 瑶这边和鱼相比 他们对位上 是没有拉开 很大的一个经济 其实 因为结束这个 事成的一个特性 他经济上面不压一些 就可能是有点 小落后了 对 阿瑟这一局推资源的掌控 真的是 第二条的冤火 也能直接拿 下边还有30秒的一个刷新 这个冤火肯定是稳吃的 下路双人组 在下路把限制要做好 可以继续往下去转 再去控资源 这样的身上 是 今天第一局 MGM打的 有点 软绵绵的 这阵容选择 还是有看得出来 有点 有一些强劲在的 就想说打一些控制 或者说前中期的一个爆发 但是目前的话 资源全让 而且是他们自己主动选择的全让 外面大招先顶 但是第一身输出 跟的不是很快 反正拉断进位移 这个距离又被反手吃了一个压制 但是还可以接受 后续两个人的伸出去 黏住一个近歪 应该是可以给带掉了 这一波走 第一时间输出没太跟上 导致辅助一个人进去有点尴尬了 有三个人来林田 测译卸机还被摸了一下 还行 俩人都没事 就没办法 就是这么个 是神 机智就是这么个机智 林田带招一甩 一技能 二技能一交 二技能还不敢上来打两段 他也得留手里面捏着 最多交一个一三吧 哇 这个线点 下边的一个资源地震盐已经刷新了 这个人头爆发 兵线再往里送 其实下面资源可能 LGM又不是很好抢了 看这边二打一 几红锤顺步全交了 顺便还有个大 那人是没事了 是 这线机也是赶紧身心落地去报一下 鱼这边换了一个血量 但是感觉远远吃亏啊 剑塔这波差一丝丝啊 自己差点出事儿 化金要是早到一步 其实都没了 是 确实是对拼 毕竟虽然是自己是偏技能类的士神 但是对方还是有一手进处空的 和领先对拼还是稍微差一点点 自己要出事儿 还行 没死就行 这样两波小团打完之后 Aster的经济是领先开了 现在已经差的有点多了 一个顶没有顶到 刚才也是可以看到 瑶这边现在输出已经来的还挺快的了 真要去拼到一个团战 其实LNGM可能会有点陷入被动了 关键他也就只是打 现在来说就打谁还差不多 但他再往后拖一拖拖 就只有打零用钱才能感觉这种效果了 其他的士神选择 这边都是偏肉的 Aster这边选择是一个资源的置换 放掉了地震棉 上路去往里面压了一下塔的血量 应该是已经掉了一个小半血了 10分半的一个时间 蛇是已经刷新了 两边金插现在是有点大的 对于这个蛇的争夺 其实LNGM感觉还有把兵线去好好做一下 现在线对他们要求 资源已经是全都被Aster占到了 然后本来是LNGM先发起的人头上面的一些进攻 但目前就被Aster给搬回来 而且目前防御场塔控的话 可以看到上下的外塔全都被拔掉了 铁鼠加上山兔这边推线的速度还很快的 而且现在右边最引以为傲的控制链 其实现在没太说有一波突然就发挥的很好 刚才那波月塔也是出现一点小失误嘛 看一下这个位置 都是开始针对中路这个点去做文章了 不过LNGM塔的一个血量有点少了 等下一波甚至可以 他会诱骗一下 然后想慢慢开人 现在是左边圈 那招Wight这边 大招还差了一点时间 不过应该也是很快就可以转回来 还要再拖一下 主要是LNGM中塔这个血量 其实感觉Aster不需要挤 应许等两波兵线 看一下能不能把塔先给耗掉 再去拼一个蛇团 可能要更保险一些 上中两个人输出应该是不够 谢谢应该没事的 所以千奇游化精也在 这波也算是有点惊险了 这前点其实YMZ的坦度感觉也不太够看 所以位上面是差了300块的一个经济差 有一个火股在的 主要是现在想要再去开一波爆发团战的话 Aster这个经济差2000块钱左右 因为这种其实相较来说都是差不多的 都是有一些团控 然后目前在这个时间段的输出差的也不算大 2000块的经济差已经足以让Aster在团战里面占到上风了 打完空了一个大招 这样两边打野的一个博弈 耳是小压力击 拉脱了 这感觉冲路草青 位置你一脚尾脚打了好久了 反正现在到Aster不招自己 他们这个阵容往后拖双C的输出 甚至是感觉输出环境都被对面好 没错 其实我和安娜团战里面稍微隐行一下 不太容易发现到了两个C的 我这边主要控制了米豆子大招 又套了一个全外的这边 有点难走 再差一点伤害 直接人头被收 上手全交了 CG这边 身部带大招跑掉了 所以明显给个大招 鱼这边 爆炸是有的 完全没有任何队友了 带完刚到 放逐 但是想压起神吗 有点难 又卷了回来 但是DJ反而还要继续打 Aster 旁边就一个零路前加一个化精 零路前大招还交了 这没有意义的 吸气再过来 我把酒也一个一个送 这我感觉 这执行力有点出现小失误了 甚至还叫黏着 你不给你走的机会 耳少拿了一波三大神器 就这个 带完的那个带招一放逐 稍微看了一下旁边两人 一个没有已经交过大招 一套技能 全都打到铁鱼身上的灵体 还有一个化精 然后还被安娜三技能靠套了 是的 阿瑟选择开始增蛇了 看一下这波回放吧 这感觉就是真的是 知性上面有一点小失误了 真正有点胡娃救爷爷了 看一下小平这个位置 我们安德选择抢身来 就只活了这个戴蓝 是 这小时也根本没办法抢 对面五人全都活的 状态而言都挺好的 就算越了你家上路高地 状态依然还不错 你说刚才 有人有小浪 带完过来这波 可以收走了 这个位置 毕竟对面是个化精 这个确实有点给机会了 本身这个蛇拿完之后 可以把收益给扩大到蛮大的 但是这样打完之后 其实L1GM是可以 把这个听线给巧妙化解一下的 想动这个地震脸 耳罩阵亡 倒是一波很好的一个timing 正面是减圆的 也 如果觉得实在不行的话 阿瑟其实可以考虑 让反正也是一人一条 第一条无所谓了 这一条无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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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点啊 一丝丝就把天纪给带走了 我这样两边大招都交的差不多了 这一条无所谓了 正面想留人 先留8MC 铁鼠真亡了 直接少了个人 射手没了 缓掉输出感觉不太足了 但还想拼到底 阿瑟 看那俩在山兔的加速往前停推 留一个千击 但这个位置感觉应该是更不太上了 够不着 拉脱了 这一波伏笔 感觉就还是耳哨这边真的是给机会了 要不然就这个地震年的归属 其实肯定是要稳给阿瑟的 少了一个善意的情况下 4.5地震年肯定是考虑直接让的 没有必要去争夺 一波伏笔的流人就肯定在 完整也直接走不掉了 这感觉勾哨今天是真的敢打 他这个顺步每一波的压制力 真是给拉满了 因为善意活了 是 始作俑者 是的 赶到了第二波的战场 但是因为刚才我们有说到耳哨 虽然出了一点小失误 但是这个场上经济差 还是阿瑟要领先很多 完整这个装备 他刚才在这个位置 也确实可以接受 结婚巴蕨镜 加上杨翔 他这个装备还是挺肉的 他想着说在那个位置应该不会出事吧 自己是个半肉带完 下路是聘了一个进攻的信号 想去带着这个蛇线去压一下高地 想推掉是不可能 但是因为一点血量 有点机会 看一下 永远先直接拿大招去清线 最后这一点点还是可以清晓 毕竟是已经拖延了很半天了 这外头刚才也是给了一个大招 反靠这条白狗的兵线去 最后这点打蛇的兵线去上高地 已经开始有点飞进了 让中路再带到了一个二塔 三条路是已经都是要有一个上高的压力 给到LMGM这边 好在是把蛇已经给脱掉了 目前倒是你去喘一口气 不过真去拼正面团 就他们现在想去找机会 我能想到是肯定有这个机会的 但是就在于 基本上把控制链 只用在一个人身上给激活秒掉 但你像左边现在的前排 就勾扫他的这个一套装备 真想要去把他给激活 也不太有什么可能 摇这个点你想去看 也看不太到 算也就是真的就是只能抓这个铁鼠 现在安娜有点肥的 有点离谱了 虽然说看起来和铁鼠的经济一样 但4-0的一个安娜 主要还是在于之前的赛场上 其实安娜大部分的玩家 在这个时间段可能都是009 是 008 她根本拿不到头 这个时间段已经变成405了 平推刚才看到的那个输出 真的是很猛 刚好在这一局的BP开始的时候 也说了 反正安娜她也是 你脆皮也好 肉也好 无所谓 反正我有照样打在那摸 没错 LMGM这边真要想去 逼Aster的一个C位 可能很大的一个压力 要给到中野这两个位置了 就中野是要开一波好团的 但现在就感觉 Aster也不太会给这个机会 主要他们现在是一直往前 打一个推进节奏 把视野不控的 有勾扫这个点在 也还比较安全 马上要拖到18分钟了 现在就想留人 就纯是在拖里面的兵线了 也去拼了一个信号 也知道你对面在的 而且蛇马上还有50秒的一个时间 就要刷新了 哇 这个经济差想要去摸蛇 可能优势房还要在Aster这边 就没有 现在Aster就是因为有这个经济差在 加上目前的一个塔框 逼着MGM打野都不好打 野区都给你吃光 不让你有任何的发育 等下一条蛇 拿了蛇之后开始平推 而且是耳哨这个点进行一个单带 其实LMGM想要去控制 也要去分担一个点去 解除这个压力 不过正面真要去打一个4打4 肯定是要吃很大的亏的 一直在尝试摸奖 化精的3 加上带人大都在这摸 还有小10秒的一个时间 蛇马上刷新 现在兵线上面来讲肯定是Aster也是 算是权限有把 找了一波机会先给一脚控制链 弯着手里也是没有大招了 应该是要就此赶紧拉脱 外的大招也是已经给了出来 那这个时间点蛇刷新了呀 稍微骗了一下技能 那目前的话 车座大尔都在的 我边大招都是亮一灯的 蛇5200的一个经济差 开始往蛇这个位置去靠 有探到一个视野 但是就感觉也就是能探个视野了 也明知道你对面在 Aster这边看下想不想去先RA这个蛇吧 可以感觉是去拿这个蛇逼一个团 Going 神兔这边非常拙劣的演技 像不方以为我们在打蛇 是的 Go这边 反正我被顶了回来 希望你能飞练 自己还算是安全 顺步也交了 我二 这个位置暂时有点落单 自个人压起身 就得到吗 加上画面一个打招压制 几秒 虚悦的撑住 看一下中国虚名其身 还是被带走 后续一个团战 袭击再经常 这样是达野也被换掉了 达野换了一个上路 还想拼一个后续 特别那个white再去点输出 中路在那边 最新正面的话 给了个套圈 两边射手 现在都是 奔向上的还可以 想收袋丸 有点费劲 有点肉 哇 小去单切木析 但是反被换掉了 再想留就应该留不住了 顺步刚才提出 我的大招 第二大招好了 这部团打完 摇还是满状态的一个局面 那看一下 应该想去对这个蛇 开始动手了吧 倒是一个比较好的 一个时间点 不敢 没打野 虽然说是 对 虽然说是四打三 先扣下面的一个资源 这两波 不太好说 确实是给点机会了 这个也不太好说 得罪人的事 就不过还是退一万步脚 他刚才那个位置 也没办法 如果说 因为他们家只有上 也两个 肯定是这两个点 去吃化精 选化精 就是为了克制 你跟不斗的善意 但是他自己手里面 有善意 当然是善意 所以说去骗 对方的化精的技能 也合理 还是第一时间 进场距离有点远 对 这个位置 主要是确实太远了 最有第一时间 想救都救不了 对 有点太远了 那这样回到比赛 两边 现在 经历差已经打到21多分钟 可以暂时忽略一下了吧 确实没有说 一开始那么致命了 包括灵物浴前 这个点输出 也基本上起的差不多了 主要是刚拿完一个年兽 附生之久 给到阿斯特这边 打一个团战 他们领先一条命 可能还是对于 L1GM这边来讲 不是很好处理 还要围绕这个蛇 去做文章 这个闲点也确实 只有这个资源 是两边值得一抢的了 大招没 大招没空弄了 带着年兽的buff 这波蛇 如果说这样了的话呢 MZ 推加顺 和上一波一模一样的 一个情况 这波确实想找机会 但是就没办法 找失误了 也是只能 批出一个顺步 那下一波 其实他的一个进场压制力 没有顺步 对于阿斯特的C位来讲 压制力就没有那么凶了 单防这个点就好 如果这条蛇 只卖一个大野丸去抢 抢不着死里面 半两路高地 死守一路 好像还有点机会 如果这条蛇 如果打崩了 扛射扛挺久的 山都大残 但是9000级 有一个蛇 有点来走了 后续的一个进场 这感觉 WIT也走不掉了 正面三个人 无打三的一个局面 摇这边可以进行的减输出 怎么尔在打蛇啊 正面队友在留人 还行 这波可以回来打蛇了 把LNGM劝退吧 直接再翻译去接这个蛇 也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这看都看不了了 已经 还能接受吧 只死了两个 刚才提到 如果是这条蛇 这波团打炸了的话 那就是直接一波了 蛇都不用打了 没错 不过要拖到 LNGM上中 两个人付过时间 还有30秒左右 这感觉有点来不及 勾哨又在单方鱼 这勾哨这局算是把 你说来 手里面有顺步的 如果华晶不在的话 跟着年拼了 是 嗯 然后最后一个自己 三技能出来 这一局 从对线期就已经铺垫好了 我只单方一个人 我的顺步 只为他而留 看一下这条蛇 白了 先期是还没活的 下了高地是直接没 别被 别被留 华晶一丝血 还吃了那三 没了 那这个试验点感觉已经不妙了呀 华晶这个点没有 想去反制耳哨这个点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中下两路高地起步神行 正面再次赶来 五人齐聚 少了华晶 华晶是带着大招死的 也上路再放一波线 哇 这个倾压压力已经太大了 三技过得来吗 能放大吗 放到了 但是这个水量好像不够了 上高 三路全破 一桌大高一跤 那这样感觉可以硬去留MZ 就看这个太阴能不能见证住了 是 对面还少了一个大招 零前大招也没有 这样下路的线就已经在了 中路也在往正边去赶 两路的BCR力给到右边 感觉是可以硬去轻一下 拖到金歪的一个复活 还有十秒 倒是还来得及 不过这一波压力缓解之后 下一波压力也是接中而至 这不给喘息的机会的 这个大人好像还能再坚持 他话已经火了 还能再坚持 但是勾哨这个时间的这个坦度 真处理不掉 席机想要推 但推效果还可以接受 来一撕血 不够 压制的话 这波还是没有输出 零前大招刚好 完了正亡了 直接配点 零前倒地之后 右边输出已经完全不够看了 再次一个善意大招起飞落地 下路双人组 全部阵亡阿瑟感觉可以顺势 去把大赢给带掉了 还想去先杀十神 中了冰线一键 接下来可以接一波了 只剩下一个千机 这波带招转转不够啊 怎么着都不够了 最后强行带走 其实数量没办法 冰线在的 直接带走打赢了 也是恭喜阿瑟 拿下了第一小局的一个胜利 这局还挺轻松 虽然说 阿瑟这边 就是感觉确实赢 还是比较轻松的 因为从前期开始 就是把对面的资源 把所有的资源 基本算是全占的 虽然说没有占到 全部的下路这个低的脸 但是第二条的远火 两条远火和第一条地人一拿 然后包括上下两座 外塔拆的速度也很快 直接是让经济起飞 虽然说铁鼠前期 是一个一缸二的数据 但是其他位置 还是比较肥的 主要还是安娜肥 他中路可以平推 给我好大一个感受 就是在温水煮青蛙 软刀子杀人 你像前期他们对线 虽然说可能没有人头的爆发 但真是说 这局持续到最后 都有点是 感觉阿瑟在一点一点 蚕食掉LNGM 以及说经济差之大 到尔这边给了两拨机会 就纯给两拨 但是经济上面 一直说LNGM没有扳回很多 虽然说是尔给了两拨机会 但是最主要的 还是LNGM自己给了 自己那拨机会 就是上路的那个舌打的 这个稀碎的这一拨团 一个一个接着给 然后可能前期 稍微有点想去说 三包一配合卸机 看能不能再去 把铁鼠摁死一次 然后结果进到对方 一二塔中间的这个位置去 一塔还在满血状态下 然后月塔 然后我记得应该是 画已经顺步进塔 想留的 但是那个时间段 是零路前已经大招交过了 三个人就根本就没有 任何输出能去留到贴数了 就还是前期自己 没太打好 包括资源全让 也是MGMG的选择 因为当时明显看到 还是让C位去 单独吃线的 无论是打月位 或者是中央一千鸡 有时候在上路带线 对 不来资源站 没错 那我们看一下本场的赛后数据 这局 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蛮长的 见到了年寿 24分41秒的时间 天天是20比5 输出最高的是 慕西这边的 孔山安娜 然后提出的话 也是差了一点点 差了一千 确实是这一局 刚刚也提到 就是可能 安娜现在来说的话 是挺容易被抓死的一个点 但直接选手手里面的话 肯定还是不太容易死的 但是前期想拿到人头比较难 想肥挺困难的 今天曲线这边 也是可以看到 真就是中间一度 有点小波折 但是就挽回的也不是很多 看一下本局最佳 会给到谁 慕西的安娜 6-0-13的数据 参战率95% 伤害占比33% 伤转570.6% 那这一局确实是 刚刚有提到 就是在前期 是一个4-0的开局 然后呢 中期的一个输出环境 也是比较好 看到中间 对方的这个侍神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 持续输出嘛 他和前期1-1 那 我本来想的说 他可能要等到 后四五手再去选 然后可能稍微还能 骗一下对方夜叉的班位 然后不想的 就算是超了个犬神 后去的话 阿瑟这边直接 黑洞泽卸击全都搬死了 那可能就 按杰姆这边 石磨磨了 或者原剑神上路 应该不能玩 这个确实 应该不可能 现在原剑神 有点不太支持 毕竟那个三技能赶上两个人 同时吃了 然后翻了一首 阿瑟一首画筋 那却是姚摩 放出来了 是 最后的两个选择 给到了LNGM 你的上路加上 上路应该就是 石磨磨 石磨磨 或者 还有什么呢 这次比赛主要上过的 就只剩下 石磨磨了 是 还剩 还剩谁 真没剩谁了 先让过个二口女 这二口女 大概应该少说了 石磨磨 是前期下路对线上面 强度倒是已经给提起来了 而且 整体前中期的一个团战 由二口女去接手 也还可以打 右边 好像是卷神 这个点 我刚才有那么一点点的想法 去考虑 有没有可能换线 但确实 这种选完之后 也不太可能 耳烧拿这个位置 就看会不会是搞那种什么 他们也搞点奇招即胜 最后的时候 主位选择了一幕莲 稍微能克制到二口女一些 其实说实话 就真的没有那么克了 因为一幕莲 大招的持续时间 就 二口女完全可以射了 第一发之后 在这等 纯等 那这样其实 左边的手 可能会稍微长一点 控制链也更足一些 右边相比之下 控制上面就确实 弱了那么一丢丢 正常对拼的情况下的话 可能 阿瑟这边的话 闫莫加 一幕莲是不太好打 原神和二口女的 但是上路云外镜 正常对上石墨 应该是比较好压 所以这一局 其实换线的可能性 倒是还蛮大的 因为像第一局 两边也是有意要换的 这个时候就看 谁第一线先露视野了 我后边 后手放在藏一藏 看我是真要跟你去 打一个正面碰撞 还是选择去换一个线 主要是右边这个阵容 等到炎魔的发力 还真得往中后期 去拖一拖 他还不止炎魔呢 他有个犬神呢 对 这局感觉木希 再次选到了上一局 一样的一个安娜 然后但是 比上一局来说 要更负重前行 毕竟目前版本的炎魔 其实他不像之前 他前期也厉害 前期先上队拼2v2 他不吃亏的 但目前的话前期伤害就是有点低了 虽然说好像大招变了 能改方向了之后 灵活是灵活了一点 但是伤害现在目前前期就不太行了 所以说 自己家目前打也为前期要画个问号 然后下落二人组呢 如果正常对上线 也是应该大概就是打不过的 真的就是把主要的一些 稳住前期的压力 给到中路这两个点 就是前期只要稳住对线 在中路其接管一个团战 也是两边可以接受 马上也是要迎来双方第二小局的对聘 目前是阿瑟1比0暂时旅行 我是本场解说小爱 我是准备小条 那在比赛开始之前 还是有一些信息要传递给各位观众 微信搜索 金耀利同学小程序 京东电极旗亚 专属大学生的3C潮流阵地 认证学生会员 即可抽取iPhone14 更有大厂实习等于来战 感谢我们的赛事行业合作伙伴 京小店同学 对本次OPL职业赛春季赛的大力支持 OPL选手通贯队服 与相关周边正在热卖中 所有购买队服的玩家 有概率获得选手亲笔签名小卡 更多售卖详情 可扫描屏幕二维码 或者登陆失控像素小程序了解 看一下双方 开业以及分线的一个情况 还是有意要换 但这个时候就看第一时间 谁要去露一个视野了 而且小圆这个位置 还去野区先探了一下 也算能放手野区吧 再往二控这位置转 这边阿塞是先行 把三两组换到上路的 应该是三六头 二控也撞上了 是 正常对线啊 换了 直接走 我也想说正常对一会儿 直接走了 是我跟你说 走到这个位置了 那直接回 差点还没回去 是 主要是石墨墨扛云外镜也是扛 扛对方下来二组也是扛 那这样其实 二控女鱼的一个回线时间 是有点被耽搁的 差那么一点吧 倒算是还可以接受 只要在对线期 别太被对面硬去搞 就感觉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目前也是可以看到 瑶已经是对位上面领先了 因为刚才的一个时间差 这一局 沐西的一个前期对线空间 是被压制了好多 嗯 其实正常对拼来说的话 目前版本的前线 他也不算特别弱的 是 稍微能 嗯 和 也就比善意和带玩弱那么一点 因为比他弱的大有人在 他某种医生应该能和鬼歇比划比划的 嗯 就单论前期的一个对片能力来说 看两边的一个单人抗压位 勾哨刚才是刚刚升为0.2 哎呦不过M再吃一套爆发 这不能小瞧前期英美联的普攻 嗯 这个炮感觉打到这种拳拳到肉啊 这不敢走 下路的位置的话 哇原来就满血啊 嗯 舒服得很 明显看到抗压的能力就不一样了 毕竟是石膜膜 就算有一个二技能普攻也不敢人家 原来毕竟是远程的普攻 没错 中午也开始去 把打野喊来去解线 两边打野都想去赶紧去提出 多带一些节奏起来 这样后续可能 你说他们想要去硬去搞这个双重路吧 也不得也不是那么好搞 有这两个褲褲在 想抓的话还倒是 其实目前的英美联和阎魔 还是更好抓一点的 阿瑟这边三二组 会更容易被抓到一些了 就有个原来神 带你前期就不好抓了 没错 不好抓二组自己带跳 又有个原来神的三 而且这一局对于节奏的一个掌控 其实阿瑟如果在前中期 奠定不了很好的一个基础 很容易在中后期 就面对于对面的一个小圆体系 被牵着鼻子走 而且你像他们有小圆 有猪 包括说大月丸这个点 他们单单的选择是很多的 有花吧 小圆有猪 我以为第三个再能蹦出个什么外号的 结果只是大月丸 鱼丸 选个英美联的话 其实确实是 团战里面的作用 其实还是蛮大的 有的时候还可以顺块 到后有大招 先给一个放逐 两个人压起身 五级的一个外号 应该没事吧 同步结尾 前进这件事情是没大招的 刚刚升五 这波想留英美联 还是比较肉的 看小地图这个位置 感觉耳的一个犬神 好像现在去冻出烟火 阿瑟今天对于自然的掌控 就主打一个提示 五人骑暴团 我不会有一点失误 也不是吧 感觉好像也确实是 MGM有点完全不管 但是这局是个盛气楼 这波 又吃一段控制 YMZ 走得了吗 太健康了 四血 原来劲 所以一过来 看一下 还行 强行是被 原建权给拦在这儿 保造了石墨墨 是的 那这样先拿完烟火之后 中路这一波没什么机会 主要外套已经回泄了 转上下楼了 还是往下去转 这不定是条升级楼 这一局就不会像刚才 第一局他们把节奏放那么缓了 这是升级楼的一个争夺 直接选择开始动手 不敢让了呀 就逼着你 让一条就算了 是 二共大招压血线 那那这个三没中 2500滴血 也没有张到 这波被放逐了 升级楼已经抢了 我完整抢到之后 还想去接个后续的一个团战 北京一开 主要是摇这个位置 不太被限制住 这波全身轻步绝对的跑 但这个位置 主要是阿兹先扛的升级楼 全身这边的位置 一开始上来状态就不是特别好 就算原警在后面拉扯的话 他也不太敢打出第二部团了 升级楼被响了的话 之后还搭上了一个阴木帘 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而且侧面被看到了一个视野 摇反正有炸 但是这时间点 输出还真的挺可观的 直接给YMZ劝退了 全部过来 全部 先给个三 但是还是吃蓝的这个三 有大招的 没没没放出来 哎 这可算放出来也 你来我忘了 是 哎 无所也没有关系了 就是强行撑一段时间 是 原警神第一个三 那波没救到就 挺可惜的 还会了一个原警神 但是 还会了一个石膜墨 但问题不大啊 目前主要还是要 卡瑟在 这个时间段 能不能撑得住场子 对方的阵容 这会儿的爆发伤 包括石膜墨 在这会儿也是 他只要开了三 顺步上来控人 就有作用 两边肉眼可见 确实想去提速 但是这都是会 有一点失误 现在肯定还是 林这个时间段的 站队力更长 也错 YMZ 姚卡住侧面的一个视野 其实姚这边 也不太敢去 往前去抢 不过好在 他现在的输出 打到对面的一个前排 其实刚才可以看到 是很可观的 刚才你给我团战 卓还是没有撑够 他的输出时间吧 怎么想让他 二号你才跳上来 是 庄座后面有人 但其实 并没有 只不过 冲场 是 冲神拉大了 想拉过来 没有 直接他上去 继续带 横带 放逐上 大约我 打一个九级的犬神 手里有顺的 持了两段塔伤 玩着血量也不太健康了 不过这个时间 尔绍的战斗力 感觉是差了那么一点 还想往前进进去 这还拼 哎呦 击过雷丝 哇 活过了 哇 真就给换了 犬神手里是没顺 但还蛮手里有顺 怎么想都 不该往上拼呢 结果还真的拼赢了 哇 撕血带走 尔绍这一波推 血量的计算也太精准了 我把刚才给尔绍 尔绍的这个问号收回去 是的 再看一下陈伯回报 而且还是被压击 一击的一个情况 我这个转断 已经血都空了 刚才尔绍 戴完这个 已经把他转空了 就差一丝 这某种意义上 有点 有点运 运气成分在的 问号 可以感叹号 可能剩个几滴 几十滴 但肯定就是剩个不多 因为血量都空了 嗯 这波也是有点 堵的成分在吧 这确实是真的 视觉上面看 太惊险了 顺势再去拆一下 对面的一个塔 拆一点 本来领先了 800块钱的打野丸 打野对不对 刚才看领先了 让你少800块钱 直接一个单吃 追回来了 不到中路的一个对线 两边现在基本上的一个 似乎就是 快去清界 然后去边路 之前一个游走 都往下再去转 什么末第一时间 赶到一个战场 留意没连 感觉日夜这边走不掉啊 安娜这波过来往后退了 前面天气给留了 第一时间应该往后去拉远一点的 而且看到对面再往下路去转 有点可惜的 单看射手对位上面 其实差的也有点多了 小600块 走得在浮动 5600块也就这样 嗯 他这边对位倒是无所谓了 炎魔前期 让二口女 让你也无所谓 主要就是自己别阵亡 能够一直持续地打前就可以 然后阿瑟这边阵亡两次呢 也都是硬不连配抓 这问题不大 看下小地图这个位置 两边好像都在针对冤火 这位置开始去进行一个视野的不扣 主要是打野上的一个领先 一开始在玩着这边 也确实现在已经被耳少给搬了回来 主要的一个左边的经济位 目前还是集中在大跃玩 二口女也不差 想找机会包阿瑟这个下角阵阵阵 但是一门脸已经有6级之后了 刚刚提到 可能没有带招之前呢 一门脸还是比较好抓的 那这个时间段 第一件服装也做出来了 他这边整体来说保护 自己甚至也都不太容易死了 而且穆希这几波 确实一直在卡在后身位的一个草 你对面想去绕后 也不给任何机会 把视野基本上全给开了 不过下边的圣气楼 上一终于是摘掉了 两边打野都在上路 反倒是下边四打四的一个抱团 人都齐了 但是对面有天神 对于阿瑟来说 还行 可能那边是改的 神经也能过来 但是肯定会慢的 这个神经楼已经是半血了 五千里血四千三千 中边一个放逐 还神行 不要了 想打抱怨团战 自家已经是个半惨的状态了 是 而且第一时间 L1GM还想往上去硬压一下 阿瑟这个时间点 及时止损就好了 丢了资源 人头上面只要 没有太多的一个亏损 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双胜七楼全丢 压力给到下一步 等到第三条和大蛇同时存在的时候 那对方就可以给你拉扯了 L1GM就可以想办法 哪怕说给一个都无所谓 他只要站到任何 刚才说的这两个资源里面 其中任何一个 是的 他都很赚 目前看出来 对于小源体系的一个处理 就确实没什么办法 蛇现在也已经刷新了 刚才也提到了 只要他们前期节奏上面领先的不是太多 很容易在中后期的一个团战 尤其是这种资源团被牵着鼻子走 看得出来因为是一个代改的犬神 所以说他能和对方连绳 稍微去拉扯拉扯 但是刚才的这一波 神气楼打的也确实没想到 神气楼半血的状态下 就算犬神神行过来 应该也是来不及了 来不及 然后来不及的话 这波要不就干脆就别来得了 还来了 感觉L1GM也想去开始提速了 这几波变相压力又继续给到 下路这现在是 挂着神气楼的一个Avanza 而且YMD已经身形落地 三压一 四压一 心态啊 鱼板已经马上到 过不来吧 不行 不够 差一撕 直接给硬一下 甚至勾造这位也不太好走 这也不好走了 还想去拼个护血 直接被二重的神气给忙死 因为这边大招挡住 自己应该还是能往回 都高地了 应该能活吧 不行 一撕血 还是直接没带走 结果直接带着神气楼的旗 可以上高呢 而且下路兵线已经赶到了呀 右边只剩中射两人 在情况下不太好 去清这波兵线了 虽然是双C 但是一四 六十滴血的塔 直接被点掉了 高地直接就被破掉了 哇 十一分钟的一个时间点 Aster失去了下高 这感觉对于蛇 也不太好打了 而且硬去往后拖 这个优势 对于LNGM来讲 是可以持续放大的 直接正面想去抓这个蛇 上野活 但是 这个速度感觉真来不及了 一万几血 九千 八千 但是好像来不及 而且还打不过呀 现在 是 就没有必要过来了 这会儿 这个时间 B战是他们最好的一个选择 还真就不如说 B战把自己的一个经济差给补回来 而且现在的一波 兵线压力也持续给到 所以这个阵容选出来就输了 Aster这边就必须要靠 安娜复众前行 他要把犬神和阎谋全都拖了起来 除非自己前期睡 那犬神刚才还是可以的 单吃了 应该也是被压了 六八来了 然后单吃了一次 这个经济追回来 到正面 遭遇三个人拉一段没有做 正好狗家感觉走不太掉了 想去情况但是没办法 根本就吸不回来 是的 哇 这感觉灾难接踵而至 兵线压力又给到上路了 而且中路还留着 额弯者的大跃弯 再继承一个单代 两路压力一直给到 Aster不太好去处理了 刚才还说 最起码守这个蛇线 把这两个高地给控制 也还能接受 还能坚持着守下这个中路吧 可能 这上路 因为是同时这么进塔的 二孔里不在中 这边七秒的一个复合时间 中路能守 但上路这个位置 看一下安娜单防 防不住的 上路肯定是要给了 这样只剩中高的情况下 LNGM想要去提速 或者是去求本反打 也是不急 压 或者现在损人活了的 但是出来的先清理下路兵线 炎魔被秒了 摇这边 东方也没带走 那这样敢 这面输出的坦度 全部够看了呀 联盟直接 直接被秒掉的话 这次 肯定要一波了 中路这波兵线直接进 能清掉吗 安娜不来 直接点大赢就赢了 那我们恭喜 LNGM 搬回一场 五千比分 1比1拉平 哇 这一局就感觉 LNGM把执行力 算是给提起来了 对于资源的掌控 这条游游火 其实不是说那么重要 主要俗比 还是在于 撕起楼这个位置 而且这一局的 这个阵容选择 也确实是 整个阵容来看的话 可能MGM这边 阵容选择 也相较来说 会更好一点 毕竟目前来说 确实有一首 严谨神在 对于整个的 其他四个位置 都是一个比较 良好的游戏 可能说是 稍微前期 可能会在对线上面 比起更多的 像天井下 或重择这种 最为强势的 阵容选择 原浅神稍微弱一点 但只要打到中后期 那它的作用和声音 就会比较大了 主要是这一局 打了一个 常规的对线 二口女的一个发育 没有被限制的情况下 其实它前提人头 进场都是没有 但是真是拖到 第一波团战 有一定收入之后 它的一个大招 效果也很好 每波团战之前 直接大招去压血线 导致于队友 在后续去接一点输出 效果就特别好 主要还是确实 阿瑟这个阵容 也太过于 有点倾向拖后了 三个孙位里面 只有一个中路的安娜 她也只能和千击 属于是军事发挥 她不能压住千击 压狠死 没错 看下本场的赛后数据 这局好像有点快 因为连第一条石 还没打的时候 下了高地 就已经被第二条 圣球楼的旗子 带上去了 本局比赛 用时是三分十二秒 看下输出最高的 应该是给到了 完整 两万零八百多一点 但是你像white 包括允计这几个点 也都不差 这就输出就一定 有点没变 因为结束太快了 大家还没怎么打出来 经济曲线 也是在四分钟之前 两边算是有来有回吧 这个冰季确实也是看到 就是在第一条石打之前 直接就 那一波下落高地 确实是因为一只犬神 引发了阿瑟一个大团蜜 没错 看一下本局最佳 会给到谁 本局最佳是给到了 L&GM的white KDA 4-0-4 参战率也是高达89% 伤害战比26% 伤害转化率244.3 以及还有16%的乘伤战比 这一套数据 确实也蛮可观 而且几波团战时 可以看到white的 他那个魅惑拉得很准 主要还是确实在 这一局的 怎么说呢 只有几波 小的团战 但是每一波都能看到 前击的控制 包括射出 大家都很足 没错 还是L&GM这局处理的好 完全没给阿瑟 任何拖后期的机会 直接就13分钟结束了 是的 看下本局的精彩回报 控制目前不是很多的话 其实小红是 强度就那样 没错 又搬到了一个黑童子 这一局开始针对于上野位了 不过上路能用到蛮多的 就像刚才可能把狸猫要给放出来了 表示这个难题两边都有 放的东西多 主要是阿瑟这个一选 可能要把打野优先机去提出来 但是把打野优先机提起来之后 后边的L&GM双选 能拿东西就会更多一些 你像现在中路 这轻机 先机 孔杉安娜 全都在 打野位针对到是蛮惨的 不过你像是 还是有可以玩的 最后一手的话 其实MGM就直接考虑说是把狸猫搬死的 没事了 上野强势的视神目前全都没有 所以大家 从上野这两个位置就各自的从自己选手的视神吃力们 去搜一搜 都挖到底了 一会儿往外去决 反正这局目前的话肯定是 虫狸天影下已经是要放出来了 应该是要放出来了 没有必要 除非说MGM想打一个 比如说是可能控制更多一点的这种 搬个虫狸 或者是他们比较怕天影下这个点 让鬼影玩到 我搬了天影下 那这样虫狸 狸猫全在外边 还是一场狸猫 这样把狗的优先机给提到之后 虫狸就放给对面了 直接虫狸加炎魔 双选 没太去考虑 这速度还蛮快的 不得不说 其实虫狸和狸猫的话 可能还真是虫狸有点高一点的 因为它刚好还能比较 刻到狸猫的战招和控制 而且它LNGM是拿出这么一套完整 且我们很常见 也很强势的一个下路组合 其实这截起来 控勾哨的一个对他们的压制力 也并不是很凶了 二头女家 大家狭中上了就直接先拿 这个狭子拿的倒是没什么问题 因为之前也是经常失班的 没想到二头女拿的这么早 就想和对面去搏一搏前期了 因为上上局吃了对方一个前期的压制力 包括自己家使用炎魔之后 趁实线上的一个能力 包括打算能力还是差一点 这些东西 是的 那后续的一个班位 可能要针对打野也比较难受了呀 这刚才提到的谷女这个点 哎 直接是上了一个班 谷女夜叉 嗯 耳还能用什么呢 如果再就关键是没有太厉害的了 是 你像鬼切什么的 肯定是鬼切小就还是能 肯定能用也会玩 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强了 而且像中路也没有出的情况下 刚才我们其他队伍会比较多次挑16股这个点 但是面对于他们两个确实也是看到不太看重这个点 就可能还是要 真就没人玩 谁也不玩 搬也不搬 玩也不玩 就是主打一个这个 很叛逆 这边也在考虑 我在想想去针对打野位置 还有什么点能去搬啊 如果今天这场比赛是在昨天之前打的话 可能16股还不至于是这样 是 昨天打完可能16股的胜率很惨 那今天可能就不太考虑到16股这个市场了 这后续的两班位也已经考虑好久了 先机 阿斯尔不敢去搬打野了 他在搬打野 尔要哭了 是 稍微是限制到Vite这边一点 那可能说是一个先机加上一个安娜 有可能 主要是这个情况 给到尔能选择塔野位 也就是像孟婆和伊法莫眠这种了 并不是很契合于版本 但是个人的熟练度吧 还行 虽然大家很多人对于尔的一个孟婆是质疑的 但是确实他在赛场用的次数还是有的 靠妹 想买打野的位置掐死 然后MGM这边倒是还可以考虑说是 嗯 他目前的阵容有点不太适配落心肤 因为潜中期的话这样 其实有点和善 就阿瑟阵容有点像的 一个蠢神加一个炎魔的话 潜中期会比较难打 但是如果说潜中期稍微能够撑住局势的话 其实MGM拿一个陆星附加炎魔 那后期就比较无敌了 这一手自扳那个夜叉也是被逼的 没办法 不能让对方先选 对 这样中路又给到了一个孔杀安娜 这个时间也拿到孔杀安娜 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扳不死 真没办法 阿瑟这边的中野 哎呀现在中路胜的就可能还是有的 像刚刚提到的不太两个队伍不太爱要的 十六鼓 然后青鸡也还在 但打野位对于尔来说就真的很难了 小秀 比法木眠 都是目前来说确实不太强势的士神 而且队伍前三手拿完之后 就这个打野位的输出也要补的尽可能是高一点的 没有 没有 除非是 这个局 关键是最近就真的是没有人玩鬼指黑 鬼指黑真的很少 如果说拿鬼指黑的话 其实还可以 然后中路稍微补一个 AOE输出压血线的士神 这还可以啊 以及说沐西这个点 要不要再掏一局法刺 再拿个法刺亮相 稍微还能接受 如果说这局玩个邀情试 就 如果是邀情试的话 其实对方还可以啊 下路这二人组都挺脆 无论是重拾还是淹没 还能加上一个辅助 但是正常的话 还真的是 来了 又来了 哦 他来了 补出了一个邀情试 加上小秀之手 那这样左边又是比较偏一个 单点爆发的一套阵容了 主要是 研磨倒是比较容易被点 但就是看虫石能不能去帮他去化险为夷了 我左边这一套输出真灌下去 硬灌死也不是没有可能 看一下右边的最后一选 应该是假野位啊 这个迷豆子应该是上路MZ吧 他最近玩的都也是比较不错的 这首假野位剩下的就可能真的就不多了 鬼切一方面 诶 掉了一个子木同子直接锁 这个我真是没想到 当时之前赛场上见过一局 是的 一点效果没有 那局 就真的是记忆很深刻 那局确实一点效果没有 但是这个子木同子 因为他确实不太适配到去选择一些偏后期输出的了 他前中期必须得撑出来撑场子了 在配合中路按照 要不然就和上一局对面一模一样 这个子木同子主要是 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 控制很足 你像左边这个妖亲是真要跳进来 他把他两段控制一个捏 小技能一个捏 包括一个大招给上去 很有可能把他妖亲是给激光秒掉 这个倒是阻止对面强劲场是有效果的 而且右边阵容全部补全之后 经济位一号位可能还是要给到阎姆 不过你像字幕这个点 还是也要多吃一点经济的 要不然就可能有点 思不向了 坦度没坦度 输出没输出 这局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LMGM和上局阿瑟一样 直接前期被压得很死 然后可能10分钟12分钟的时候 木齐的妖心已经开始出来横着走了 哪怕说按你这边的 哪怕说这个磁目吧 都可能说直接有机会配合队友直接秒掉 所以说稍微能够拖到后期一点 让鱼的眼膜能够成型起来 和上一局阿瑟的妖一样 都是很关键的一个点 因为阿瑟这局阵容选的前期 也还算是比较强 虽然说是可能这个中野两个世神 强度不是强势是世神 但是他们在前中期的一个作战能力 还是比较不错的 然后下落二人组刚刚好 又是一个二口女加上一个强势少女 整个世神的整个阵容 可能前中期的爆发伤害还是比较高的 那结束马上迎来双方第三小局的配品 目前是1比1 两边打平 我是本场姐说小爱 我是狗小球 那在比赛开始之前 还是有些信息要传递给各位观众 微信搜索 京小店同学小程序京东电器体下 专属大学生的3C潮流阵地 认证学生会员 即可抽取iPhone14 购物大厂实习等于来战 担心我们的赛事行业合作伙伴 京小店同学队 本次OPL直联赛春季赛的大力支持 OPL选手通管队服 与相关周边正在热卖中 所有购买队服的玩家 有概率获得选手金笔签名小考 更多收买详情 可扫描屏幕二维码 或者登陆施工像素小程序了解 那么看一下双方 开业以及分线的情况 这局的话 两边正常对线来说 其实因为 研磨这局配的是宠师 所以说他正常对线的话 应该也是不虚的 肯定是打不过 但是不会说是被压得很惨 两边都有一点想坏线的动向 但是这个速度应该是 摇和绿也可以先到线上 他们想打谁都无所谓 他们压这个迷豆子也能狠压 正常对线研磨加宠师 他们也能够 应该是赤神方面 是要站到上风的 那这样交给两边射手 其实前期他们尽可能 把自己的发育去提提速了 这真是谁提得快 谁就在团战中 更有一些话语权 目前沐西是小压力 没怪他也抢二 这个版本我现在邀请是 少加强了一下 一点点的伤害 虽然说影响不大了 反正加强了一些 稍微可能在 五级左右的一个牵线速度 比这也有更好的一个提升 玩着自目这个视神 其实就是 怎么说六级之后 有一个顺步 他这个压制力还蛮薄的 这个版本也是改了的 就是现在 就是伤害要比之前 会更高 但是 机智就摆在那了 主要还是可能 腿短一点 是 然后 然后现在就算想打攻击 还不太行 控制时间也没有那么足了 还真就得打一个 偏向于半个半手术 这辣类似于就是那种 大跃玩的感觉 而且还是感觉 右边的经济位有点多 其实还真要把这个经济 去好好合理分配一下 下路 再压一个钩这边 但是还可以接受 二级 再去掐完个 一波半线吧 去升到一个三级后 其实看下这个舒服多了 把沐西摇了下来 先去帮解一手线 已经依然是一个 终上同时之线的一个角度 目前来说的话 就是阿瑟他想 前期做事 可能还是确实比较吃大招 中野的这两个点 因为现在 其实这个比赛版本也好 或者说我们现在 自己打自制的游戏版本也好 然后现在下了二人组 确实前中期 你只要不崩就行了 是的 我个人认为 个人的浅显认为 就是前期一条 不会对方打野和中路 吃太多人头 就可以接受了 你这一局前中期度过了 你后期才有什么 包括辅助都是 两边阵容这一局 真的是把功能性 基本都做满了 前排也有 包括说这两个辅助 想去打反打都有可能 结果玩者先黏了一手木戏 不过这肯定是黏不住的 压点雪凉木戏 甚至就跳了回来 还不急 他现在 有了大招之后 确实能够 配合队友 就是瓷目这个点 配合队友 说明还有机会 前期造成单杀 还是伤害有的 现在的大招改成了 这个真实的伤害之后 可能会有的时候 会估算伤害 下一步 对方可能觉得 好像死不了 但其实直接秒了 有机会 刚刚才也提过 两边 谁能把这个速提起来 打冲阵都是比较死的 因为阿瑟这边 相较于 按这样的时候 更脆一点 他这边的钟 也是三个位置 会更脆一些 以前沐西的一个输出环境 也是我比较担忧的 虽然现在三分半 有时间 但正在团战里面 我怕他这个位置 跳进去 很有可能出不来 现在就弯着 但是这个学生还可以接受 半学 又有机会 有机会 秒掉了 时间前头被带走 给到了沟绍 哇 这应该给到位置了 给您想先抓的 这个时间点 确实是阿瑟的这个阵容 想开就比较容易了 而且这一局 刷的还是一个圣气楼啊 圆火已经开中了 3000滴血 我还没最到六 这波带着还有的 琉璃猫 还是要抢圆火 那这波要是 没了 本来说 琉璃猫的话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大家直接甩的话 配个队友 把这个没有收入的 礼貌带走 有机会 这一波的决策 感觉觉得有点问题了 因为是少人的情况下 而且自家磁木阵亡了 他想抢圆火 是 你说YMZ这个位置 就是要不就往前 冲到底去 他能开一点视线 但这样反复的拉扯 倒是把自己给拉扯了 没有 有点可惜 自己家的一个上路一塔 也是被阿瑟给成功爆掉 又是一局升级楼 两边金叉 已经是拉开一些了 1000多 哎呦 没到五分钟 这个金叉差 倒是蛮大的 下路 而且刷的是一个圣气楼 两边团战的节奏 应该也不太会挺 有点像上一局的 那个节奏啊 因为阵容 也是和上一局 比较相仿的 只是两边倒过来了 这个时间点 弯着的字幕童子 也是已经升到了 一个六级 看一下 第一刀拿谁去开啊 这圣气楼 up的是不能让的 如果说圣气楼 被领队 拿的比较多的话 相当于废的一个邀请 这波 大招经常压制住了 但是照我一般 主要是对面的一个位置 身体是比较安全的 有重施在的 对 他单防一个狸猫 肯定是没问题的 那这样回到正面 两边人全部起了 五大五的一个局面 再打一套 炎魔 这个大招加侵蚀 直接给溶掉了 木希 刚才这个伤害一看 感觉就够了 这真的不愧是 我们称为目前的第一法司 也是真就是为数不多 他敢去拿这个东西 三大招吃米豆 想压起身 同一合 队友喊过来 一下来 五个都到了 但是伤害够吗 米豆没升步的 而且这个位置不是很健康 应该是够了 这波阵亡了一个上射两个点 而且这条生气楼 但是三打五 二打五 怎么还不在 可以动这个生气楼了呀 场面上现在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正面 LNGM是减员的 但还好去拿这个蛇去在团战中逼出一些东西 联盟火了 结果就一下 黎毛 哎呦被拉过去 但圣石楼应该是抢不了 磁梦根本就没来呀 还想 哇 外头真的很薄 阮盟没活着 这个往前压 如果这样第一时间 阿瑟给滴了上去 一次一次 没了 中府全岛还要继续粘 于这个位置 被打野单包 你神把人头给收下 哇 YMD这个血量再不走 说实话也不是很安全 这样阿瑟的一波角色 是正面团战先把你融化掉 我再去稳稳去吃一个圣石楼 有点犯病了 磁木就没来 真是有点犯病了 磁木没来的 就想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磁木在上路 一看有看到第一条 打圣石楼 阿瑟打圣石楼的时候 磁木在上野 然后我想说可能是要放 放的话 外的这边阿娜单房了半天 其实还可以接受 但是却有点 稍微有点躺夫 但一起没事吧 没事就没事 但是磁木一直在上线的情况下 还要去打这条圣石楼 凭什么呀 这感觉又有点 陷入到第一局的一个问题的 就是这个执行力出现差错了 这个沟通绝对是有问题的 而且你像 真要是LNGM想去跟阿瑟 拼一个正面的团战 沐西这个点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正面你拉扯不过他 人家有摇 有沐西 这两个点 一个大招的二孔女 就无限破坏你的伤害 沐西这边反复横跳 只要你压制不住 他团前是能够把LNGM 给消磨得很难受的 因为第一波是 先两个野口 先看这波 按他手里没有上灵柱的 还行 这问题不带 肯定在测译 但是磁木好像不太行了 这波升步 同时测译 开个大招根本就不了 对方控制太多了 直接融掉 真就是 连些的控制都给到了 有磁木的阵容 一旦是陷入到逆风之后 其实他想去找机会 就不像是你顺风 会那么容易了 打到现在八分钟 这个时间 场上经济差 已经是拉开到了3000之多 不太好处理了 而且这个冤火 阿瑟也可以是 文本收下吧 算是 目前这个战位分配 YMZ这个战位真的很危险 他身边没有人 只有一样的 他吃了匣子一个二 就算手里有胜部的话 他也不好走的 对面四个人在 这就怎么回事 胆这么大了 怎么就 想要一高人胆 但确实这两波 拼的结果是不太乐观的 甚至开始想去压榨 耳湾这的野区了 抢到了 正面耳再去补一点控制 直接拉脱 而且刚提完一个冤火的buff 可以借着这个对塔的压制力 往上屋去做一点文章 上中两路吧 这样第一波先去对上屋去压 好像可以直接点掉 就这局在上一局 可能十三分钟赢了之后 真的有点松 BP什么的 倒是就选服务也好 或者怎么样 就真的没什么说的 但就是在于 这局打得就很松懈 少人 然后站位走位都很危险 又回到一个中路 这个一塔 想要去守 真的是要硬是对面的一个伤害 而且一旦血量被压残 就可能会不妙 已经是被 算是有点夹住了 挟持在了这个中一的位置 必须守着 然后对方阿瑟这边看到 该偷钱的偷钱 刷你也的刷你也 打野打了一个照面 应该没事的 有点热 耳这边走得有点深了呀 好在时候有好兄弟在的 还好问题不在这儿 这点小浪 这波所谓还好还好 蛇也是马上还有30秒就要刷新 主要是阿瑟目前这么顺风 给沐西和瑶创造太多输出环境了呀 就这种团战 沐西 纯给他刷输出的 四级的邀请 就不看经济 但看队位的这个等级 就已经压了安娜两级了 那这样的话 他技能上来 而且他们在打完下一波蛇之后 真想去硬压一下 LNGM的一个高地 是很好压的 有沐西这个点在 快够快够秒安娜了 真的是 会让LNGM他们前排的输出环境 差很多 我正在再去点身体疗 直接再往里去跳 赖了交了个自愈 应该没事的 中医到底还是被拆掉了 没办法 你这现在这个阵容就打不了 和善恶局阿瑟一样 你这个士神和整体的 一个五个士神一选下来 就这个时期 你就接不了团的 更何况 这局已经崩到了5000 五千二 是的 五千二的一个 这有个时间点 对于阿瑟来讲 真的是属于全线优势 经历上面 还有这么大的一个领先 中路又破了一个一塔之后 现在想去控制得很容易 而且马上还有 二十秒的一个时间 下路 升级楼也要刷新了 两个资源在场 会让LNGM 就正面可能更加难处理了 下路 十秒的一个刷新时间 YMZ说实话 真往前去探视野 已经很危险了 主要是他们队位上面 跟勾哨相比 已经差了1400之多 弹度不够 对 他这个位置当时 已经没有办法了 现在必须做外套的保镖 是 所以勾的这个林猫 加邀琴 报喜 这不够 没打出全套的意识 哇 沐西这个时间点 真不讲道 一开始我们说 沐西可能会被对面 搞得没有输出环境 是建立在 两边经济可能差不多 正常发育 对 只要正常发育 MGM这边就可以 比较好克制的邀请了 然后刚才也说了 这就刷升级楼 如果说MGM再拿了 这两个升级楼是他们的 那你这个邀请 就已经快接近没用了 下边 先拿了一个升级楼之后 目前是有两个 升级楼的加持 Aster开始 应该要针对这个蛇 去做文章了 目前场上大资源 也就剩这个点了 而且想要去上高 他们可能也是很急 想去提速的 还是想 有点类似于球吻吧 是 想看能不能抓机会 逮住对方一波 击杀一到两个视线之后 再动这条蛇 现在是甲勾引 正面 还是真的去抓 这个蛇 这个速度再打一打 真就是要变真的了呀 一万滴血 九千 还有机会 黎明这波还是能赶得过来的 五人骑 但侧翼这个邀请 十七级的邀请 是八千滴血 先去拼一个正面 木系团圈 十四位的打盘 加二坑打招 邀请还有个打招 一丝 哇 这差点给锁死了 直接 就剩一丝丝 少了一个中路的安娜的话 这条蛇 还有机会吗 而且蛇这边 没有看到 是不是给拉 应该是拉脱 已经开始连 泥豆子都要秒了 主要是我木系在 这个爱口 MGM真过不来 蛇刚才是没有拉脱的 五千滴血 我们进来看了个视野 这个水量 应该是要软了 三千 一千 重新抢到了 这条蛇被抢了的话 后续看开团 一把打招只留一个死木 队友根本上 太残了 这条蛇扛太久了 哇 今外这波力大功 因为那个血量 其实第一波 看到这重新二技能进来 已经看到了 是有点机会能抢到的 然后人也是骑的嘛 虽然说安娜被打盘 已经先回了 但是这个位置 确实有那么点机会 直接进来 星球飘走进来 就降服 而也交了 主要是这波蛇 一旦是给阿瑟拿完之后 其实他们进攻节奏 是感觉 M他们吃不消的 哇 虫师这一波 真的是阻止了对面一波 自己家是可以拖一点 发育时间了 因为高地是没有被破的 不然的话可能 哇 真的是 就要没了 这个阵容 如果说被阿瑟拿这条蛇的话 真的要没了 不过还好吧 这条蛇搬回来之后 至少是能拖一些发育的时间 对于林来说 这样目前实施胜率 是正好给到了一个7 三开 阿瑟占到一个7 不过虽然抢到了蛇 但是场上的一个经济差 还是有很大的问题 五千 小五千之多 LNGM这边最少要再拖一个两三分钟啊 阿瑟肯定也是很提的 主要是有这么大一个人是 要上高 还是那个点经济在这摆着 而且阿瑟的阵容就是那种暂时爆发 他能秒你 哇 这一波是抓住了一波机会 上路的一个高地 这么容易就被阿瑟给破掉了 而且两个人全身而退 什么再过来 这波阿瑟要回了 下一一中一 完全无所谓 可以直接给 但现在他们还是想找机会 想抓人 我方派出 超级 想看一下这个上路的高地摸到的话 能不能拉扯对方减缘 就是有少人的情况下 然后看能不能打一波 这个中路的位置 磁木 七千块钱 是 也没肉 也没输出的 基本属于一个没肉没输出的情况 是 主板进也不是 但是很容易进球 直接被融化掉 哎 特意 YMZ想要去 小开一下 再找机会 不过这边是勾扰在前排 疯狂去扛一个伤害 两边拉托 也是差一千三百滴血 这个阿瑟的中塔 还可以接受 麦克兵线 倒是已经 马上就快没有了 这条蛇 只是摸到了一个下路一塔 但是对于安川说 已经是很 很好的事了 是的 这个时间点真的是已经抢了十 不是抢的 而且也没死 对 星球标抢到之后没死 这个中医不行就给了吧 还想用手把线给净 哇 这给机会了 一个中塔 这个时间点 中医感觉确实 没有这个必要 他泛水的时候 这个走位 我感觉就已经不太妙了 然后这个顺目就是没交 没错 而且阵亡减元之后 这个中塔 可能顺势就要被 IWGM给带掉了 我方防御塔 已被摧毁 这个中医刚才就提到了 就可以直接给 没有必要 在这个时间段已经有这么好的一个 优势底面下 为了一个中医再去补补补补 那这样也是马上要拖到下边年兽的一个刷新了 两边目前这个线还是要把这个线做好吧 毕竟Aster上了一个L1GM的一个上高 其实对于L1GM来讲上路的兵线压力一直是要给到的 把上路线给做得深一些 开始可能准备转线去动下路的一个年兽 所有研磨在 他们去控制员的速度可能相比二孔女这个点要来得更快一些 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其实感觉研磨的输出环境还可以 大家有一个虫师在对面想去针对也没那么容易 主要是有Wight在我感觉 现在好像是安娜毕竟要比有一个虫师挂在身上的研磨看起来好杀一点 所以说会比较吸引到妖精师和二孔女的火力 就直接先把这个Wight卖掉 只要拖到16分多的一个时间了 沐西之边虽然输出是够的 但不会像一开始就跳得那么肆无忌惮了 小兽带波下线 邀请带波上线 网尼寿赶 那这波邀请还没到 少人 完整小兽先开 瞄的是一个钩 这边先拉开一个身位 雪亮还可以接受 这个位置还不是不能太靠前的 就稍微小心点 对吧 对 看安娜向往前顶 买一套 大招压雪亮 我想Wight倒是被消耗了小半血的一个情况 主要鱼这边只要没被压得太死 其实正面只要坦度给足鱼 第一时间把爆发给的速度是绝对够的 他的经济还是好的 他和1-2和3-0的二口女的经济还要高一 高了500块钱 一直是对那仅有的资源 刚才是野区都吃不到的那点 也都给到了淹魔了 再拖 上野全都让经济 20秒的时间 蛇也就要刷新了 两段位移根本摸不到 而且安娜现在也还可以挺够的 又慢着就够了 散开开淹魔 盖机型了 但是效果很一般 输出根不太上 可能要被溶掉 先瑕疵去保了一扫 再把安娜带走 一次起来跑了 安娜没收掉 那张鱼 张鱼处理不太了 二口女和淹魔对点 点不过吧 跳上来还差一点 妖想换没换掉 那正面应该要拉脱了 打了一个一换一 射手换上 对 但是这一波明显看到 淹魔已经有点起来了 有点不在阿瑟的掌控之中了 鱼这个位置 只要第一时间不被处理掉 就哪怕是你让L LNGM正面收减源 也不太能去处理 这个输出真的速度来得太快了 主要是从一开始 BP的时候就说了 狸猫和虫狮都在外面 情况下是 艾瑟先拿了狸猫 那刚好虫狮就单防你这手狸猫 艾瑟就这个打 看一下 LNGM选择 先罢这个蛇 只有两个人在 但这个速度也还挺可观的 小秀也在往中间去赶 但只有一个人 沐西离的有点远 来不来得及 有点机会 邀请能到的 配合一下 小秀强 没想着 那这样又赶紧拉脱了 主要是 他就快跑了 这个时间段的 艾瑟已经有点恐怖了 这条蛇如果说 终于有两个人没想到 赶紧就跑了 在去往年兽 这位置拼了一个进攻信号 如果这个时间点想去打 其实对于阿斯来讲 倒是还 打不了的 在这个时间段 对方人已经骑的情况下 而且大蛇已经打完了 这条年兽 明显看到 艾瑟打蛇和 打年兽的速度非常快 现在是进退两难 进的话 兵线压力处理不掉 只能去拖一下 看一下 这条年兽 能不能拉扯对方 一会儿把这个白皮肩给脱掉 毕竟对方有一个上了高地 刚才是不是邀请给点咬的 而且已经到19分钟了 快 二口女这个时间点 其实她的一个大招 破销能力已经不太轻了 我不敢开这个艾瑟了 哎呦 光这边一直在迟出处 逼出一个大招 赶紧跑路 那这样正面团战 暂时是不太好接了 就这个终谋 现在已经是完全 把阿斯给掐死了 你的鼻毛上来控不了 小秀上来 直接给你喷死 只能看木 看木熙 有没有机会能摸奖 确实就是风险太大 有机会 这个时间点告诉我 研磨该怎么死 挂着一个虫石 是人还有一瓶附生之酒 中路可以带掉一个中二 但是只要不是高地 其实对于艾文之艾文来讲 都还挺无伤大雅的 这个时间点 这个夏儿没有必要站着 是 看狭子有大雅 这个夏儿就没有必要往这看 手高段的事了 还不想手 想说看能不能把中路的高地 在互相带着 你拿自己下高卖了 阿瑟留了三个人在手下落 正面是 中也在施压 就不是手了 就是卖了 能拖一下吗 我高防御塔 你被启服了 还在这边要直接给你一波 你要是不回来的话 还在逼团 阿湾 阿湾这应该正面在留人了 来不来得及 你守得住吗 这波应该还可以啊 有二口女在 往前推一下 一个二技能 离毛这波上来卖 只能卖了 没办法了 大招跑 又是逼出了一个大招 可能还有一个兵 我还行 轻肯定是能轻掉的 那正面的话 这个中高小秀 很难去带掉 这个线已经进不去了 然后先回来 回来直接被秒 那是感觉不妙了 一个位移进来人没了 是 老师这一波角色 艾文之艾文给化解的 很巧妙 小秀只能回来 而且还要被瓷目拦住了 收这波 有大招 看一下大招赶紧走 但是被吞了回来 因为这个下路高地想 有点贪啊 想换对方的中高 拉命火压着的是一个孔山安娜 三个压体身 但是输出已经吃消了 我要是这个阎魔怎么办 没有人能管得了他 离毛上来都根本扛不住的 哇 那这感觉正面已经没了 勾这边50秒 我现在没有前排 木星不在 输出也差了很多 不要出来 下路这三个兵 这前面这大兵 有点难受 上来拼一波爆发 先把他们自己打大残 但是阎魔还是可以输出的 直接吸回来 阎魔不倒霉 没意义啊 就是个大兵 神行 扛住我 点塔 点塔 哇 那我们再次恭喜 LNGM成功再拿下了一局 目前是抢先来到了一个赛点 二点一算是领先 这都能分 这些LNGM真的很不容易的 前期的一个比较 巨大的劣势 然后包括 无论是从经济方面 以及资源方面 还有上路的高地 也是第一波直接没有了的 这么大的一个劣势 翻回来 就真的是让和 有点像上一局阿瑟想的一样 就是说L想个阎魔 后期兜底 但这一局有点不太一样 在于 还有一个重施在 只要有重施在的情况下 而且对方也说了 只有一个灵包 是一个单点控制 上了一个大空 没错 只要重施开大 有大招的情况下 这个阎魔是真的很难死的 这一局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于阿瑟前期 虽然有经济上很大的一个优势 但是推对面高地一直很差 甚至上路虽然说带到一路高地之后 没有一直是 大概在五分钟一个时间内 没有把这个优势再持续扩大化 以至于 L1GM一直在拖 拖到这个研磨和重施成型之后 勾哨在他面前就像一张翠指 基本上扛个两秒 就要逼出一个大招 赶紧去炮 阿瑟这局确实有点属于 是把自己脱没了的意思 因为他属于比较大的优势 请问一下那条蛇 其实第二条蛇 那条蛇打的就是有点 变得拖沓了 稍微直接rack 可能对方都不会让重施进来抢了 没错 就还是有点想说 那会我也分析了 就还想看能不能找机会 把这条蛇勾引一下对方 然后进来击杀一到两个视神 再去动那条蛇比较稳 有点太过于求稳了 反而没了 那我们看一下本场的一个赛后数据 本局比赛还满场的 用是21分钟03秒 看一下LNGM这边输出最高的 也是没有任何悬念 给到了于这个位置 57000之多的一个输出 这个经济曲线 就是一开始我们说过了 真的是在你像16分钟 其实阿斯还是领先很多的 但是走下坡路了 就说明对面的一个岩虫 已经开始发力了 只有沐西一手邀请师 能在后期稍微能克制到 这个岩某一点 然后就是因为礼貌善来卖 礼貌善来卖的情况下 重施开大招 然后邀请从侧翼看 威夷能不能进来秒 他最后那一波 沐西从中路的高地回来之后 刚一个位移上来 我看贝米豆子直接踩原地 人没了 而且BP上面 还是要考虑研磨 重施这个点双放 感觉目前双放 这个两个点 就没有说不吃亏的退伍 还是挺难的 看一下本局最佳会给到谁 给到了LNGM的鱼 KDA也是3-2-1 参战率直接拉满百分之百 伤害占比百分之四十二 伤害转化率381.3 最后成章占比有百分之十 正是在这局的后期 靠的这首炎磨 但真的也是在中期 其他队友给他撑住了局面 没有被阿瑟直接平推 因为前期经济历史确实很大 那么看一下本局的一个精彩回放 再来一局 炎磨加重施 没有 选择炎磨加天井下 这样就是为团战中 整体队伍的一个庇护区 去做考虑了 不过这样一套阵容 让古奇的炎磨在对线期 可能清晰抢线 不是那么足的一个劣势 有一个天井下 他们这一局打线 下路又是很强了 前期一旦限制的不死 真就是到后期再发育起来 可能阿瑟又不太好处理了 就15分钟之后 可能也是因为这局 对方也不是狸猫是蟹姬 那重施对于目前来说 对蟹姬可能 还真就不如防狸猫防的 虽然狸猫强 但是重施克制狸猫 还是克制比较死的 没错 蟹姬有点防不住 阿瑟再选一个 妖狐加侠中少女 这样是首先射手可以提速 而且妖狐加侠子 这个下路组合太标准了 抢线可能会更强一些 刚才是他们没有亮这个点 我们可能会考虑 炎磨加重施下路还可以 但是 阿瑟下路双人组 亮出了这两个世神 真就是压线上面 可能艾文詹姬 不一定会压得很 可能会压不住 看不住的 还得看看艾文詹姬 那边上路的抗压位的选择 目前看到 艾文詹姬肯定是要选择 主动换线的了 今天目前来说 这几句基本都是 好准考虑的 没错 看下这边前三选的 最后一手拓 中路清击 这个点还剩在外边 他们俩也不要清击 今天也不是不考虑 就之前近期的比赛 也是看到了 千姬这个世神 目前虽然说前期是强势的 然后在线上来说 能力也不错 但就是比起 像类似于千姬 安娜变化这种 就是不行的 反正里面 或者中后期的作用 就会小很多 没错 有 邀请师这一手就很尊重了 不过这样又继续压榨了一下 沐西的一个中路的后期能选的一个空间了 黑铜骨 不想让 MC这边拿到一个火石 那反正就还剩个石墨墨 是 也不至于把石墨墨搬掉 石墨墨真不至于吃个半位吧 这感觉要吃半位有点太夸张了 邀请邀请师家 Cosanna全部都搬掉之后 中路这个位置反正就是还 怎么着都有一个兜底 保底的扁花在 就之前变成一 之前一选 现在变成保底了 但保底也是有作用的 石墨都给你搬掉 这就是一点活路都不给了 又要继续挫这里面拔大个 看看能去偷哪个是谁 工具人里面 如果说不考虑 像类似于佛青 或者是隆为插机这一类的话 那工具人里面还剩 还有谁 这也剩不出谁了 冷不丁你从手类里面挑 还真的很难挑出来一个 而且两边打椅子不太空 是 床是能床 但不太空 打椅子 打椅子跳妹 先拿 而这边的话剩的 还有夜叉还在 两边都不爱选择棍子黑 先两个夜叉 这个点大概率应该是 就要锁了 选择其他的却是真没什么好选的了 中路这边 沐西这局应该不太会使用法刺了 而因为对面有天井下之后 这个法刺 不可能再考虑了 选择一个偏常规的 前期献拳还尽量跟 外的对象不吃亏 大司命这个点 倒是还感觉可以 而且团战里面 不一点控制和输出 也是很可观的 哦 奄奄罗 拿这个点 他们的团战里面 手刀是很长 团前消耗的可以做得很好 不过对面还是有天井下载的情况下 就感觉很容易把 奄奄罗的一些技能给规避掉啊 这个版本的奄奄罗 好像我自己觉得是加强的伤害了 但是加强之后 我也是照样一把没法 就实在是有点 我玩雪女都不会考虑奄奄罗 就在目前来说 无论是防抓的能力 还是团战的综合能力来说 确实还是现在带控的 大控的中罗吃香 但是提到奄奄罗 不得不又提到我们的丢小球老师了 这个梗还在 这首奄奄罗选的真的 和之前那的第五局选妖情是给人的感觉有点像 但又有点不太像 因为这局毕竟是奄奄罗 它不是说那种法刺的感觉 而且这局奄奄罗也并没有很适配 说实话 整个的阵容可能要稍微找一个中后期的输出点 那怎么看都是比昂花最合适 被搬了安娜的情况下 但是选了一首奄奄罗 这个奄奄罗就真的又有一点逆风而行的感觉 看待会儿笑得还挺开心 那可能还是心里有底儿的 最后这首上路工具人的位置 应该是上路吧 这上面不可能就走上吧 肯定是上路 有 亮了个雪童子也直接锁下 哎呦 馋死了 如果是现在版本的雪童子 这局已经宣告MGM的 就怎么说的 80%的胜率了 可惜不是 雪童子回家了 但其实这局两边阵容全部敲定完毕之后 其实他们的发力气力太明显了 敲定完毕 就回来了 刚才回家那边又出来了 右边真的就是太拼后期 你像左边真就是打一个纯前期 其实拼到后期很难有什么资本 去跟研磨这个点去抗衡 这一局可能在12分钟到14分钟吧 再往后给演两分钟 这个点是要绝出胜负的 一旦绝不出来胜负 你别说其实MGM这边的话 选个雪童子 如果前期主回复的话 前期还能够挺扛得住 妖狐加匣子的这个鸭子 如果换线的情况下 然后中路这个位置对方是个烟烟罗 然后自己家又是个千鸡 其实也能是在中路这个位置能够压住的 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 上中野三个位置能够给研磨 有一个比较好的前游戏的发育空间 而且这一局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去打换线的 尤其是研磨加天井下 我没有必要硬去跟你对面的一个妖狐加霜少女区打一个对线 莫不如我去让自己的一个发育尽可能的快起来 反正就是压卸机他们也压不了太死 但是肯定能保住研磨前期的一个发育 那就有可能和再复刻上一集的一个中后期的局势了 即使是前期有5000多的经济劣势 资源全没 但赵昂还有机会能拖到后期能赢 两边这一局其实都有一点怪东西在 尤其研磨这个点就感觉会更快一些 看一会儿在比赛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吧 还是蛮期待没想到 因为还是有点花在了 包括刚才我们说可能没有那么厉害的轻机 打传没有那么厉害的轻机 但也可能是研磨的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选择 没有考虑选的研磨很期待啊 没错马上迎来双方第四小局的一个对局 目前是LMGM2比30以前 我是本场解说小爱 我是几位小球 那在比赛开始之前 还是有些稀销传练给各位观众 微信搜索京校店同学校程序 京东电器旗下专属大学生的3C潮流阵地 任正学生会员 即可抽取iPhone14 各种大厂实习等于来战 感谢我们的赛事行业合作伙伴 京小店同学 对本次OPL这些赛春季赛的大力支持 OPL选手通管队服 与相关周边正在热门中 所有购买队服的玩家 有概率获得选手金笔签名小卡 更多售卖详情可扫描 屏幕二维码 或者登陆施工像素小程序了解 让我们看一下双方 开一分线的一个情况 我这一局是两边的辅助位 都去帮东路先建立一个线权 然后这完全对称了 开局思路一模一样 他点下应该是路过 他只是想看一下对方没有换线 然后霞的这边 应该是真的要帮他一路 他前期 我还敢 这会稍微有一点点的 这个小线权 还能上来A一下 升到2 点个3 能小压一下前击 没错 那这样摇和绿爷 上路露完视野之后 鱼和境外选择 直接回到一个下线 虽然会耽搁一点时间吧 但是还是去为后期 做一个铺垫 打野上面 玩着目前是小领先的一体 速度快了那么一点点 不得不说 因为选了个烟烟罗 或者是类似于药权 这种poke类视线 能对团战当中 研磨的一个输出环境 稍微造成一点影响 但是自身的视线强度 目前就刚才一句 讲提的一个点 他能够在前中期 自己过得舒服吗 真的是 你像前期这个对线 完全就感觉没有线权啊 正常来讲 目前的一个对线节奏 应该是中路去帮边线 去解解线的 这现在中路要喊 打野来去帮解线的 没办法 这打千鸡也好 或者说打安娜也好 这一类的目前就是不行 虽然说这个版本 因为我是加长了一点的 但还是在于 先线的速度 除非是对面站到冰片上 你还是连人带线一块打的 在这种情况下会比较好受一点 没错 应该带来神型的 两边 YMZ和勾哨也是平稳 到了一个二级 勾哨这边又是 帅先领了一个三 这样基本上前期 最迷过那段时间 也算是够多了吧 本身也不是说特别难受 这样木星又去帮下路再去解一个线 主要这一局压力还是要给到两边射手身上的 就既然把这么大的一个服务空间给到他们两个 去让他们尽可能去提发育 先看一下上一波这一波对拼 YMZ血浪被压得有点残 而且Wight又吃一半输出 这个二耳能拉开 是 我耳罩要进场 手里面还有顺步在 看一下这波的一个压制 YMZ身上挂了个一 手里面有顺步 应该是没事的了 看一下过来 橙子马上吃到三 是得抓这个机会了 还吃了要回个 一次一次 可以直接带走 这样Wight也直接被带掉之后 只剩下了一个金歪 被翻走一个顶 再溶掉 他们又过来 能强行留一个匣子 手有顺步 鬼人没招出来 哇 这一波打完之后 是 妖狐死哪了 妖狐被 他们也刮到的 是 妖狐也是被吃点伤害 给带走了之后 勾这边 差点这都要动杀星嘛 三分半没到的一个时间 两边就对拼的这么凶 我刚才那个位置 第一时间其实我感觉 可能天井下落地之后 会把对面的一个 金融欲望给劝退掉 但是没办法 当时的那个魅惑也是 主要还是时机抓的好 抓了8mc二级升单的一个时间点 然后刚才吃了妖狐一个二 这个标一吃 那艾瑟肯定是要上来的了 先看一下这波的一个回放吧 妖狐这个位置 我一波选了个电台 对我看他谁走掉了呀 他从这边扭扭扭扭 然后已经出了比较 伤光 你再被被做掉了 上来就原来是上来就没 他比霞子死还早 是我没看见 这样暂时缓解之后 两边又要回复到一个对线期 不过妖狐这边 目前是有一个人头的进账 不过自己压阵亡之后 和炎魔也没有拉开很大的一个精进差 两边打也都是收到两个头的 而且上一波夜叉是没死的 看到了额弯者的一个视野 丢一个小球 这前期 就得看两边打也的节奏了 这个时间点都有弹招了 第一波的专人机会 看到一个五级的YMZ 选先压一波血量 不过对面有white在 很难得有一个后续 烟魔这个时间点是一直没有参战的 下路是已经吃到了一个塔皮 这一波给CG压回家 把兵线再往里送 感觉下塔 虽然很难拆吧 但是再去吃塔皮肯定是没问题的 这就也是杀了十句 所以说S就直接让CG扛着吧 想包炎魔的话 稍微费炎劲 一个大招直接炸一下 但这个时间点 其实上海兵不是很可观 主要是考虑到后期的一个问题 目前鱼这个点 他的发育有点太健康了 没什么人能去看 他现在都不考虑 发现对面是阴阴罗 阴阴罗加卸击 除非说是卸击 真的是开了一波很好的情况下 才能把这个研磨蛋炸掉 不然的话两个人只要研磨锁塔 应该是怎么着都能活下来的 已经五分之多了呀 真的再不考虑去限制研磨这个点 拖到后期可能还是问题会很大 咱俩都是东北的 之前仓鼠吐槽我 就是吐槽我口音最重的一个点 我现在还不知道 他说我管研磨叫研磨 他一直在那儿学我 嘲笑我这个口音 然后后来我再说研磨都 研磨 把那个磨翻了自证腔圆的 我真的能反应到 原来研磨叫研磨 我都叫他磨 我现在真的是 这波夜叉到有点机会的 研磨动了一个杀心 一个顺步 但是没办法 没打招 但还是够 这波只要夜叉来就肯定够了 2-0的夜叉手就打招 整招这研磨都得死 他刚才提到了 真的是应该对于 与这个点去给一点压力了 反手再去换 霞中少女先被收 这个神情落地 去保一手摇这个位置 然后直接劝队来弯着 那他这边肯定是没事的 两边打野村都做事了 是 但适势比较好的是 而这波是配合着烟磨 收掉了研磨 上路送进去了一波线 那这样可以顺势带到一个上衣了 直接放掉 真就是这局刷新的是个识句啊 两边都不太想去往下路去换 真不及 真技情况的话 跳妹荷叶叉的真技是持平的 但是跳妹这边是阎王长枪 还是想做了一个半肉 应该还是要倾向于死保一 毕竟射手位 弑神选的是什么个弑神 阎魔刚才阵亡之后 现在射手队位精力叉是终于被拉开 到了200块左右的一个浮动 不过倒是还比较可以接受 这个下路又来 狗少先转一个罗罗锤 但这个位置进场肯定是不够的 取消 不行了 发现被逮死一次之后 进外不改离 不改离圈了 这变得谨慎了不敢放养了 老师下路已经是 目前想要去控圈 也就是看这个识句了 一开始不想打 已经拖到7分多钟了 可以来看一看了 A1这M下路是有很好的一个线权 再带掉一个下一 看下回头要不要去考虑这个点 但主要是打也不在 可能还要再往后拖一点时间 下面还往上压 现在还是其实算强的还可以 主要就是 嗯 虽然说是个3-0 还是要吃点装备的射手之后 才能够有那种肉肉肉输出 然后还带控制 让人看不懂那种情况 这小兴进去没必要 简单看一遍就走了 看一下YMZ的一个进场 大家事后有兄弟 现在把燕罗拉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 回手好像还能再进去打 虽然也没到了 但是打之前有燕罗能拉扯 是 两个战场就此拉脱 7分50几秒 马上再过两分钟拖到10分钟 那个时间节点 两边开始要针对中路这个兵线 以及说卡去做一点文章了 下路的一个识句 如果真没什么资源可供 确实可以来看一下了 主要这个时间点 L1GM确实有很大的一个线上优势 不过经济上面是几乎持平的 第一条10区到现在还是完全 没人没有人的考虑 两边打野一个通面 但是阿瑟这边有个随机 而且都在就在身后 有点肉了 吃了一个看一个大招 能不能撑得住 又逼出了一个瞬步 这一波进攻 确实感觉自己付出代价有点多 虽然说没有死 但这个瞬步交掉了 回到正面的一个战场 YMT的反手顶了一段之后 又拉一段金柜仪 吃三个人的输出 他们也没回啊 还是打残 不敢回来 这一波感觉又是有点没必要了 这一波也打出了一个他的瞬步 都感觉有点急了 不过这个状态 而且正面解缘的情况下 没有太大的一个必要 一三 这波炎罗 十个没火 是 刚才球吻也是把狗兽给吞了回去 瑕疵给硬保了一手 这个真的是球吻 阿瑟在这个时间点真的不想出任何事 而且因为蛇马上就要刷新了 但就是这一点 反而是让你拖得很舒服 是 鱼是 虽然说那四十被抓死了 但是之后一直没受到什么影响 我们的一个线 左向西见面 直接给压了一个半血 六个小球 这二 反正现在的这个时间段 一三二 刚才看到打千击身上是不太疼的 是 但看一下小地图这个动向 应该是 红色王艾文詹姆想要对这个死局有点想法的 马上要偷到十个刷新了 主要是没事干了 是真是没什么事干了 你说对面现在 捡一个 捡一个死局也是好的 反正对方也不要 这个死局真是属于不要白不要 再不打两面谁也不来看 那十分钟一个大蛇刷新 看正面那个战场 秒一个 但是可惜这个大招放下来了 太一点免让 看一下大招都放不出来 这两边拉脱之后 给今万一回家补给的状态 正面团战应该还要继续拼 看一下 目前是 完全持平的一个等级 经济上面差了500块 不过这边有神人神 如果想去保 是绿叶落地 那这样应该要拉脱了 那这样应该要拉脱了 留不住的 现在就看出是谁的一个克制关键 就跳妹想单吃夜叉有机会 但是夜叉想单秒跳妹的话 就不够了 纯输出的夜叉和半肉的跳妹 而且好像 还不算是半肉吧 有点倾向于纯肉了 是的 李宁先围绕蛇坑这个位置 去做了一个视野 不过目前两边这么求稳的情况下 其实这个团战真不太好去爆发 沐西 还是很大 先看一下正面的团战 我直接被你咬了 绿爷 毕竟还是雪农子 这大招 控制还是比较适合的 直接留住 想再留个蟹鸡 直接交顺步走了 那这样可能要考虑看正面的一个蛇 很好我的一个timing 正面是有人见缘的阿赛 这条蛇 还是已经提前交给了千姬的 这是李宁知道的 这是李宁知道的 这条蛇 这条蛇 1万一千滴血 1万滴血 来不来得及 炎魔正面配个打野 还在去转 这个蛇 8000 7000 特别你耳烧在绕后 这波想先把烟炉也留住 哎 夜叉进来 但是没成功啊 而且可能还要被留住 一丝血 能不能走掉 还是被收下人头 嗯 还好这条蛇的话 是 AVENDER最后直接收到的 对方有机会呢 虽然说减缘一个辅助围 但确实有机会抢蛇 然后看连妖狐 都去给视野了 没错 烟炉加上夜叉是有机会的 看这波的一个回放 其实血量卡 倒是还蛮死的 但是还是差了一点 有点可惜 主要是LNGM拿了这波蛇之后 他们的一个推进节奏 将不会停止了 最起码在这个蛇线 持续的一个期间内 打一个4-1 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主要经济差 也是终于拉开了 拉开到了2000之多 还有三秒火 这个时间到火了 应该也是要吸一分带了 是随手 但是不知不觉 鱼的一个经济 已经开始领先了起来 给妖狐头上 这队友还没来 听见再选个大招 想强行留假的妖狐 出来就被动 假的一丝 一丝 一丝 没跑掉 当你是被烫死了 而且妖狐也走了 是的 但这样再举流一套空间 给到之后 勾少爷走不掉了 这不是要没吗 这感觉来不及啊 左边的一副时间 四个人几乎在30秒左右 中下两路的高地 只剩一个烟罗 开始分带 两路高地期望上压 冰线都已经走到了门前 只剩下了沐西 一个人手里还没有大招啊 但就算有大 也是有点无济于事了 对面人都是起的 这不可以直接一波打赢了 直接点打赢 就可以赢 两路兵线 一个身形 让我们再次恭喜 艾文剑 拿下整个大场的一个胜利 哇 我还有点 得晃过神了 实质 真的一切来的太快了 没想到最后一步 这么幸运流水给带走了 你最后那一波是先想办法 看能不能尝试去抓一波妖狐 然后霞子救了之后 最后没想到的是 直接把霞子的妖狐全带走了 我真的有点没缓 主要是没有想到 就是Aster在最后的一波防守 他们没有必要在塔外 感觉去做那一波 还是不如第一时间 托队友复活就好 从那个时间点 到我们最后比赛的结束 感觉也就是 一分钟吧 因为当时我还说 我觉得就可以等HL 等尔活了之后 直接打41分带 大表的卖一个下路高地给对方 因为当时时间点 严谋还是比较肥的 是 然后还对方有白鱼兵的情况下 确实没有必要去接这波团战了 在前面的几波就能看得出来 无论是打AV的一个市神队外 还是怎么着 就是已经目前上路这个点 对方写动的突来 进来 只要大招开到你任何一个点 哪怕说是匣子 或者说是可能说 真的是把你上路泄机 可能都有机会能留得住 是的 但是真的是 也是恭喜李宁吧 成功是在明天 会是与OMG争夺我们的最后一招 又是 又是再次遇到了OMG 是 而且这一次是真真儿的两支队伍 可能在这个赛节奏上 因为之前打了一局 那场比赛 虽然说今天好像这样三比一赢了 但确实在他们第一场 对到OMG的时候 我也没想到 会那么快的被结束 是 阿瑟今天也是挺可惜的 大概第三局 是最可惜的一局吧 可能 因为毕竟前期的一个优势比较大 中期呢 确实有一点球稳了 过于球稳导致蛇被抢 或者说一些其他的 决策方面的失误 导致第三局的失利 但这个第四局 最后面的这一波团战 也还是问题有一点的 因为我认为 当时觉得可能是要 四一分代替代谢 然后卖一个高地 给对方会比较稳 比较稳妥一些 当时的经济也好 我说被对方拿了 但是也好 这样肯定是 会稍微保险一点 即使之后的结果如何 但当时肯定是比较保险 还是选择了稍微去补一补 但可惜的是在高地外面的位置去搏 就被对方抓到了 一个下落二人组的机会 没错 很可惜 而且说回到阵容这个点 就感觉奄奄罗 真的是有点 没什么发挥空间 就中间我看出来了 他们想着说 团战里面我拿奄奄罗 去手长一点 去消耗限制对方 研磨的一个收拾环境 但是就是 前中期的这个时间段 你怎么度过呢 没人看到打团也好 没作用 然后包括抓人 其实你中路是个屋类式的人 就能配合夜叉 去抓下落的研磨那一波 就真的是前中期很难过 没错 那我们看一下本场的赛后数据 本局比赛其实还挺快的 差两秒就到了一个13分钟 输出最高是给到了 White 白米中24000的一个输出 这一局的一个数据 输出最高的是奄奄罗 是的 但真的是没什么办法 你不能小瞧 不能小瞧奄奄罗的输出 虽然说没用 杀不了人 但是他输出一直还是比较稳定的 没错 但就是在这一局的话 这个阵容选择可能还是 在于中后期的一个时间来的 看着好像说 哎 十三分钟没到 但其实研磨的发育 一直是没受到影响的 他可以配合队友平推 还是在中期的 这一个时间段内 千鸡加跳麦这边做的能力 包括上路 虽然说被搬的工具人 是谁已经搬的 基本上全都没有了 但是毕竟还是雪东子 就算和泄机正常对上线 他一位一的情况下 雪东子也算是天克泄机的 是 然后抗压的话刚才也说了 如果有主挥复解控的话 也还能够扛 所以说这局其实阵容 在中期的做的能力 是MG那边会 上中野这个位置会更强一点 看到这个经济曲线 也真就是在八分钟之前的时间节点 其实真就是有来有回 甚至Aster还有一点小领先 我是真的没想到 这一局会最后就那一波就结束了 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 0.0三秒 就真的 还是有点没反应过来的 就是中路高地直接 Aster被团秘 剩下一个阴阴罗 怎么守也守不了的这种局面 没想到 真没想到 没错 那我们看一下本局最佳会给到谁 本局最佳给到了Avander 本集 主题的一集 这边已经写好了 是这么演的 KD4-0-2 参战率也是高达67% 商业战比19% 商转是130.6% 乘战比18% 其实Avander这一局 它很大的一个作用在于前期 真的是把节奏彻底给带起来了 几波跳妹的进攻 真是让对面很难受 我看到那一波也是 顺时一开始我还没想到 我说 不是妖狐从侧一跑了吗 卖了个匣子 最后发现没有 只是她妹直接一个跳进场 加一个降服 就把残血的妖狐给带走了 没错 然后顺道再收了匣子 然后之后的话 看到直接补出肉装 明显已经是叶叉 完全没有办法和这个挑妹碰瓷 根本抗衡不了 是的 看一下本局的精彩回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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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完这几波回放 可以看到沐西的一个烟烟炉 在团战中确实是能补到输出的 但是归根级里对线齐的一个劣势 导致于这个版本的答案 就是在于中路先倾线 先动去游走 去帮边路去解线 但他真的是动不起来 就经常中间有一波 就记得最深 就是自己被打回家了 然后才能神行 他带着神行 带着神行到下路去帮上路解线 就没有办法 然后呢 这局也是 确实是可能在这个资源上面 也是个实距 所以下路二组 没有说提前转到下路 来压制对方的夜魔 然后让夜魔一直是比较好的一个 发育的空间 没有对方 就除了第一波被夜叉和烟罗 抓到了一波之后 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了 然后就是在中期 就这个跳背有点看不明白 看不懂了 有点横着走了 因为坦度上来了 这个圣神肉度一上来之后 就是有肉 然后又有输出 又有控制的这样的一个世神 目前来说就是在 这个稍微有一点装备支撑之后 这个圣神的强度就是这样的 而且像右边还有雪童子这个点 这个控制链呀 只要粘住你 你就别想再走一步 就说是可能承伤能力不如 像类似于狸猫这种 或者看他能力稳定点也不如 但是他稳定能 逮到对方一个就可以 然后刚好还是中间有几波 可能说是匣子也好 或者说妖狐也好 他们这边的走位 也是没有太谨慎吧 因为当时这个大蛇 被对方拿到了之后 其实手高地完全不至于 是被13分钟推掉 然后我们就直接 就结束了这种差异的场面出现 是可以求稳的 但是选择想去 有点尝试着小拼 没拼过 被抓了机会 直接一波了 反正的那个先点 不如撤回高地去求稳 其实可能是 比较关键的一个角色了吧 因为对于他们来讲 真的是已经没有机会了 但确实可能也是冲动了吧 而且也想想去 可能第一时间感觉 有点机会去硬拼一波 但是就一切来的 确实也太快了 那今天的第二局和第四局 反正就是确实 让GM这边赢的还是比较快的 而且也看得出来 在整体的一个 试神选择方面 那目前的话 其实在之前 可能会有很多的队伍 对于研磨这个点 考虑的比较多 像包括今天的 他们的对手Aster这边 但是 其实选择的话 这个试神也确实是很吃 其他队友也好 或者是队友选择的试神也好 能不能在前程期 帮他拖住一些节奏 那在今天的 这两局研磨里面 都看得出来 还是 LGM对于这个体系 也还是掌握的不错 是的 也是能够让队伍支撑得了 这个前程期的 一个作战能力 包括 其实 鱼拿到研磨之后 也能在后期 发挥出他的一个作用 因为很久以前 鱼从 我记得也是 预专金是最开始 打出名气的试神 但是后来 他研磨也是有一段时间的 强势的时候的 没错 这一场也算是 给之后的战队们 上了一课吧 就是当对面选出研磨 这个点的时候 前期不压是真不太行 后期场面很难能控制得住 那赛后采访 已经准备就绪 让我们把画面 交给采访系 哈喽 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 我是陈欣 恭喜艾恩健 获得了比赛的胜利 我们请到的是 辅助选手金歪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艾恩健的辅助金歪 欢迎 欢迎金歪来到 我们的采访系 今天也是要恭喜 你们成功的 让一追三 挺进了明天的 败者组决赛 先问问吧 现在打下来之后 终于赢下来 心情如何 感受如何 很开心的 还是非常开心 那感觉今天队伍的 整体发挥怎么样呢 发挥 其实不是很尽人意 对 还有哪一些 不满意的地方吗 是觉得状态 还是有一点点起伏吗 因为最近状态 不是非常好 对 那在我们季后赛的比赛当中 确实赛制也是非常残酷啊 也是希望你们可以迅速的调整好状态 去迎接明天的比赛 当然今天也是发挥的非常好啊 那我们首先聊一聊今天的比赛吧 今天看到你们是让一追三嘛 那在第一局结束之后 队伍之间有没有进行一些沟通啊 交流啊 或者说你们做了哪一些调整吗 就是想的 这是第一局嘛 后面还是有很多机会的 把心态调整回来就好了 嗯 感觉LNGM在第一局的时候 可能也是有一点点手伸啊 后面就调整得非常快了 那看到第二局的时候 境外这边也是选择了 袁杰神 这个是什么 当时在推进下路二打的那一波 哇 感觉你的大招就非常的精妙啊 直接是把人拉过来 而且你们后续杀了人 还拿了高地 这波是怎么计划的 这波就是想的 打野下去单带跟那边打架 然后上单跟着我 然后我给上单套大踢下去就好了 嗯 其实还是利用了袁杰神这个大招啊 可以快速支援 好 那接下来也是说到 当时在第三局的时候吧 第三局的时候 其实双方的阵容也是有一些变化嘛 看到你们自己选择了 炎魔家重施 加上瓷木打野的一个组合 包括说对面也是拿出了木西的招牌 邀请室 来分析一下吧 你们当时是怎么分析双方的一个队伍的阵容强度的呢 呃我们就是偏后期一点的吧 他们前期资源团战就会比我们恋爱很多 嗯 但是看到第三局的时候确实如今晚分析的一样啊 这个前期崩的还是有一点点厉害的 当时大家的一个心态怎么样 呃还是想去好好打然后慢慢去找机会 嗯只要大赢不爆炸还是有机会的嘛 那说到后面关键的就是那一波蛇团 哇今晚的这个虫师直接抢到了 在这么一个紧急的情况下抢到了大蛇 可以说是拖住了可以翻盘比赛的最后一根稻草啊 所以当时这波团是怎么沟通的 当时我其实也没有和队友沟通 就我看到蛇的血量之后我自己默默改了个层 然后我自己飞进去抢 哦所以其实当时队友都不知道 哎那这一把之后呃抢完大蛇之后 队友有没有夸一夸你当时 很敷衍的夸了一局我还是很不服的 很敷衍的哇感觉今晚在这里在线控诉了 我们回去队友还是要好好地夸一夸 这一局真的太关键了 当然是我们五个人都发挥得非常好啊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聊一聊 其实在那一局感觉你们拿完蛇之后 这个推进的节奏也是做得非常的快嘛 而且把淹没保护得非常好 所以当时的一个团战思路是怎么样的呢 当时我们虽然拿了蛇 但是我们经济其实还是很劣势的 就肯定不能想的是往它塔里的深处去推 因为往里面推的话它后面会有个塔 它上单能踢下来包我们后面 对然后我们想的是推它外塔 然后慢慢把经济滚起来 所以你们当时打的是比较谨慎的一个打法吗 因为我们经济本来就别的问题 我们那是狗运好拿到的 但是看到你们的团战 就是五个人都是一股脑地往前冲 打得特别的有气势 反而是觉得你们好像是有经济优势的 当时的一个打团的时候沟通状态怎么样呢 就是保着研磨打让研磨去消耗对面 然后对 所以其实目标还是非常的明确 而且打得非常的有气势 那接下来我们聊到其实研磨在今天 包括说昨天的比赛当中出现登场的时候 感觉都是成为了赛场上一个X因素 真的非常的不稳定 每一场比赛都打得非常的惊险刺激 所以你们自己目前对于这个世神怎么评价呢 只要平稳地度过了前期 然后能拖到后期的话 这个英雄还是很厉害的 确实在这个感觉是对于世神的一个强弱 或者说时间点的把握上 真的是做得非常的精准 也是我感觉这两天的比赛 一直都在考验我们观众朋友们的心理承受能力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聊聊说到第四局吧 第四局看到双方前期一局也是打架打得非常激烈 在蛇团前其实是抓到了这个关键的匣子 这一波视野是怎么抓的 或者说你们是怎么找到这个机会的呢 因为我们是非常喜欢抓蛇的嘛 然后对面也知道 他就会绝对派一个人过来看着我们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把他抓住了 把他宰掉了 抓到了这个叹视野的幸运儿 确实可以看到后续也是处理的非常谨慎 直接拿蛇结束掉了比赛 那最后一个问题想和机外聊一聊 明天马上又要面对上这个老对手ONG 因为在我们继续在第一轮就是他们把你们送进败者座嘛 这一次再次遇上他们 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就下手轻点吧 下手轻一点 先战术示弱一下 当然我相信MGM的五位队员 包括说教练组一定会好好地调整 准备好万全的计策去应对明天的比赛 我们也是非常期待双方在明天的精彩对决 那今天我们的采访环节就到这里结束了 再次恭喜RM讲 下手轻点